大家好,我是謝孟隆 其實我去年並不是在31334的時候 我不是在行政院裡面 但是我是在法院裡面 其實結束之後 跟很多人一樣是在電視上 或是在很多媒體上 一直看到這些畫面覺得很難過 於是很想要做一些事情 那就看到船還在折磨大家 就是一起來幫忙 就是找出當時32334的一些受傷者 然後邀請訪談 所以就加入了32334 政院事件真相調查小福 所以我現在是其中的一員 然後今天第一次來這邊當志工 然後 然後 所以其實在這一年當中 這個小組 用了很多方式去找到很多當時的當事者 來進行訪談 那也很高興就是他們 也很謝謝他們都願意跟我們分享 所以在這一年當中 其實我們聽了很多故事 就是很多人經歷了那一晚之後 有很多的改變 可能有一些人是原本想要考警察的 原本的志向是警察 可是後來他 即使考上了警察 他也是不去當警察的 選擇了一個薪資比較低 甚至比較不穩定的工作 那可能也有人原本想要出國 後來決定留在台灣比較好 所以其實在這一年當中 我們聽了很多故事 所以今天就是也剛好在這一年的 就是這個機會裡面 也邀請了三位的 這個當天的當事者 來跟大家分享這一年的心路歷程 就是律師稍後會來 所以我就直接先就是請我們的 第一位邱浩婷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 我是浩婷 然後開始之前想說 那個主持人可以幫忙一下 就是因為我現場找不到時鐘 我很容易有時間的焦慮 十五分鐘的時候 你可以再提醒我一下 好 就是今天 之所以來到這邊 一開始被設定說 其實是主要來跟大家分享 這一年來的心路歷程 那希望我原本準備是會 就focus在跟家庭的關係 待會還是會說 那我現場有看到一些 看過的朋友 就可能聽我講過一樣的東西 就大家包容一下 待會還是會再重複一次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會講到 我之後這一年做了哪些事情 就怎麼一步一步再繼續往前 可能因為我聽到剛剛前面 有一些朋友 其實對於當天晚上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怎麼看待 323這樣子的鎮壓 是什麼意思 符帽到底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會走到這裡 所以我大概還是會再多講這一塊 好 我自己現在在國際家庭護助協會工作 就是一個服務新移民的NGO 那我其實在318那一個事件的當下 其實我已經參與社會運動的相關的活動 有一段時間了 對 那意思是說 我並不是一個素人 就不是所謂的那個媒體 就講說我純粹的學生 就我不太是這樣子的身份 那我過去參與什麼呢 大概其實是一些早年是參加統治運動 就跟大家一起在路上走一走嘛 那再到後來呢 有進到工會裡頭 就是工人組織工會的那個工運的現場 那其實在工運現場 大家對於這種街頭的抗爭應該不會太陌生 但其實我自己對於這種直接的衝突 面對警察 其實我的內心深處一直都會有一個疙瘩在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自己的父親是警察 他是屏東 我們老家屏東 他是那種最基層的原警 那我 就之前有過的一些街頭抗爭 其實都會讓我對於看到警察 這樣推擠 然後都會讓我不舒服 所以其實我一度是有很長的時間 不太想要上街頭的 那但因為是在工會工作的關係 那其實是需要以抗爭作為手段 那我其實原本都覺得自己這個關卡已經過了 就沒有什麼問題 但我覺得我在323那天晚上 就是再次爆發這樣 那個故事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 我說最早有一次就是 在樂生還在拆遷 蘇貞昌還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有過一次衝突 就跟著大家一起去圍坐管底 那時候警察就圍上來 然後跟著大家凌晨的時候 躲躲藏藏 然後頭頭摸摸 然後警察就包過來了 然後我們就要人群 就是一直擠 一直擠 那是我第一次 然後我這邊推得很不舒服 我就轉頭跟一個圓警講說 你有你要做我工作 我也有我的立場 我不想為難你 因為這件事情不是你應該要負責的 但是你也不要為難我 那個集成圓警呢 居然就鬆手了 不然很大力的衝撞 他就這樣小小的推一下推一下 就做做樣子 就是跟著大家一起搖晃這樣 但那個當下其實還是讓我非常難過 就是我 後來我就沒有再參與了 就變成網路一個關心的人 那第二次是士林王家 士林王家的那個現場 是因為跟王家的大兒子在同一個房間 徹夜授夜 那最後是因為大兒子決定 我們就這個房間的人一起走出去 我們也不要為難警察 所以當警察就破窗而入 然後在外面就是施殺人慘烈 進到房間裡面其實大家是走路出去的 所以我們沒有真的被推到 那再到後來是在公寓現場的 幾次我剛好都不是最前線 我有最前線的時候 但警察剛好都沒來推我 所以我過去的經驗其實 大概就會留下一種 其實警察現在很會跟你冷處理 就像是我們佔領行政院 對不起佔領立法院那樣子 他就是要讓你大事畫小 小事畫無 然後消耗你的這個抗爭的動能 然後最後呢大家就 大家就不得不自己散掉 行政院那天晚上我原本也這樣子以為 完全沒有意識到 這是一個佔領國家行政運作中樞 他其實就是要把你請走的 那我更沒有意識到 因為那個現場其實通訊很差 沒有網路也沒有電話 我完全沒有意識到說 行政院長已經下達了一個指令 所以就是要在天亮前清楚 有時間壓力 就沒有要鬧著玩 那 我在那個現場 原本就是想說 那我也大不了就是被抬走 那後來就是 就會包到小圈圈裡面 警察圍上來的第一時間 我原本還就是做好深呼吸 然後還提醒身邊的人 就不要害怕 然後雖然 現場指揮都有告訴我們 今天鎮壓的強度 可能會跟以前都不一樣 所以要練習吧 毛巾沾濕 捂住口鼻 要面對水車的時候 要趴著 如果他來抬你的時候 在正面朝向他 朝向他等等交戰的時候 折 我都覺得 我沒有問題 所以警察過來 的第一個動作是 掐我的脖子的時候 前一秒鐘 我已經先深呼吸了 就是 準備給你掐 然後他第二個動作 是把我抬起來 然後再放掉 讓我摔回地面 那我就繼續攤在那 然後第三個動作 就是大家在那個 新聞上面都會看到 就是拖醒 就本來拖醒 然後包到一個小圈圈 然後我就 我只 這都是後面看新聞畫面 我才意識到的事情 那個當下我只覺得 突然身邊變得很黑 然後 就頭上啊 身上啊 就集中在腰部以上 他不是踢你的腳 他是踢你的腰 踢你的背 跟腹部跟頭 就有很多重量 這樣叮叮咚咚 那當下我 其實說實話 我一點都沒有覺得痛 突然之間 就覺得有點困惑 不太知道 發生什麼事 然後 不知道過了多久 就是 我才意識到就是 我的臉是濕的 我原本以為是因為 我被拖行 然後碰撞到 一路上的寶特瓶 所以濕濕的 然後後來反而不是 是我流血 然後我就 就開始大叫 就是說 我自己的爸爸也是警察 為什麼需要這個樣子 我不是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但是那個攻擊沒有停止 那 我覺得我沒有做好準備被打死 所以我就自己走出來 但情緒非常激動 那 然後馬上跑去買 那個隔天的那個 早報 發現就是 沒有我的照片 那應該還好 家裡不會 不會發現 殊不知就是 我因為在 近台大醫院採訪前 就是 近台大醫院採訪前 有被媒體攔下來採訪 問了幾句話 然後那個其實 整個網路媒體 都看得到 到最後我父親 就有看到了 然後 我 我在三一八的參與呢 參與到 三二三 其實才第五第六天 我就回家了 一個禮拜 然後回家之前 其實人是非常恍惚的 對 因為聽我弟講說 就是我爸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其實人覺得很恍生 然後大半夜了 就是 早上知道 然後 到了中午沒吃飯 到晚上沒吃飯 然後 我就走出去 然後我弟就還好 追出去 就是在整個鄉村 到處找我爸人在哪 這樣 我就覺得我爸 是 難道要自殺嗎 這樣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也非常害怕回去面對他 對 然後我覺得我拖了一天之後 才終於回去 然後 就 一屁股坐下來 就跟我爸兩個人 然後 然後我就有一點 就帶著微笑的 眼睛 完全不知道做什麼表情 然後我爸也非常 平靜的沒有任何的表情 就說我怎麼突然回來 然後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很擔心你 然後話沒有講就開始哭了 然後我爸看到我哭 他就跟著哭這樣子 然後我才知道我爸他其實 當初去做警察 他是35歲才考警轉 他是最老的警察 然後他要去考警察 是因為未來兩家 我爸是民國41年次的 在那個時代背景 其實如果稍微有一點人脈 或者是小有資金 他其實是可以開個工廠 沒有人要去當警察跟軍人 因為沒有人會想要把女兒 嫁給這樣的人 薪水少沒有發展又危險 對 那我爸一直覺得這就是他一輩子 來能夠作為一個父親的方法 然後今天把日子養這麼大 他就非常難過 然後第二個是 在跟他對話我才知道說 其實我爸退休之後 然後我媽雖然還有在工作 但其實是因為有一些親戚家族的債務 那兩夫妻就是在屏洞 其實過得變不好 然後他們覺得我 這麼年輕 然後考得上國立大學 文科畢業 然後為什麼一直在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去找一份好的工作 即便我告訴他說現在工作非常難找 或者我對這個社會有多麼多的憤怒 或者是服貌其實是如何如何 所以我跟他講了所有的大道理 但他其實都沒有辦法理解 然後在那個當下我才意識到 其實講道理沒有用 所以我跟 那其實講道理是用來掩飾或迴避一個 我面對我家庭關係的一個困難 我沒有辦法直接跟他說我在想什麼 我真正的心情是什麼 我也其實 沒有真的那麼想聽或說那麼敢聽 我父母到底在經驗什麼 所以我就跟他講 所以我就會盡視談一些什麼自由貿易啊 反中因素啊 還是是這個 反中共還是反這個 中國人民啊 這種非常大的大道理 但其實那個根本是無效的 然後再往前談 才面對到 我爸他是生懶 這我本來就曉得 可是他一直到那個當下都還是生懶 可是他非常的衝突 他不知道為什麼兒子 這麼討厭國民黨 然後他1988年農民運動的時候 他也曾經是一個便衣 然後執行他的公務 對付抗爭的群眾 他這樣做不對嘛 就他這個工作做了一輩子這樣不對嘛 那一直到 然後這個對話其實後來沒有辦法再有更多的往前 對 我覺得 就是當我的意思是說 他很容易被淹沒在生活裡頭 因為兒子 他第一時間以為兒子要死掉 後來發現沒有 那沒有就沒有吧 於是就回到日常生活中 然後那個衝突就從一個非常明顯的 看得到的 如同身上的傷一樣 然後轉而為一種更潛藏的 然後在關係裡頭會迴避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也是藉由這件事情 我才驚豔到 就是 這國家暴力其實 永遠不會只是身體上的 他可能第一時間是反映在你的親密關係裡面 可能不支持你的愛人 或者是不支持你的家人 然後那種痛苦其實是 對我來說我覺得是最 最強烈的 然後 再往前 我想再舉一個例子 是我弟 我弟他就蠻倒楣的 就是 我爸知道我受傷那一整天 他幫我打了十幾通電話 對 然後雖然最後就是被我爸威脅 所以他不得不打開 因為我爸就暴怒 我爸是那一種 壓抑的不自如而發洩情緒 他只好摔東西 或把手機丟進水溝 這種人 把他踩爛這種人 對 那 我弟他就問了我一句說 呃 我 為什麼好好的工作你不去做呢 你說你都找不到工作 當然 就是一份工作啊 那 那 社會很糟糕沒有錯 喔 然後 那你幹嘛去 讓自己有生命的危險 那 你要有生命的危險 也就算了 你為什麼 三二三結束之後 在這麼長的這一年的時間 你後來還跑去參選 去選里長 那選里長就算了 你還要跟人家講 你就是參與過這些 你還要跟別人一講再講 然後甚至還要說 你就是一個統治 統治跟服貌是什麼關係 為什麼統治也會被影響 我覺得我弟完全不理解 那我覺得這個不理解 有他的意義是 我覺得我弟他也從我身上 從原本 他相信 好好念書 或者是相信 這個 國家應該會善待我們 但看到對這個國家的一種 不信任 跟不信任卻又不知道能夠怎麼辦 停在原地沒有辦法行動 而他唯一眼睛看得到的 能夠有行動的人 就是他哥 然後他哥就做 所有他無法思考的事情 就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 我才會往前 我自己一直走到現在 這一年 我 我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如果我們單純只是要討論 國家暴力 這一件小事情的話 就是 我覺得福茂這件事情 還多件事情 它只是一件 國家暴力 這麼小的事情 其實國家暴力 原本就無所不在 只是我自己原本太天真了 即便我參與了各種社會運動 我沒有看到國家的本質 國家這兩個字的本質 它的制度上 原本就是暴力的 即使我參加過失聯網家 即使我參加過垃圾 但我沒有意識到它本質就是暴力 可是我們把人 養成一個機器人 然後給它工作 讓沒有條件的人去工作 再讓沒有條件的人去對付沒有條件的人 這麼暴力 在這麼暴力的事件當中 警察當然 我會認為警察其實當然還是可以有一些選擇的 比方說在網絡上都有很多文章 你可以不要打頭啊 打頭可以打輕一點啊 你為什麼要這麼認證執行你的公務呢 警察可能要負一點責任 但我覺得背後的這個制度 更需要負更大的責任 其實是什麼讓 其實有點可惜 那警察組公會的朋友 一個認識的朋友沒有來 我會想要講一點點我的感覺 就是 是什麼樣的勞動條件時的警察 他會在318開始 然後不斷地執勤 很難休假 然後勞累 然後 到了一個可以 出動的時候 他就把他所有的情緒 完全發現在 他對面的這一些人 我覺得這個制度要負責任 可是我覺得在談這件事情 我其實 並不想要直接停在國家暴力的原因 我覺得要負更大的責任的人 其實是我們 我其實一直都很難跟我爸講說 因為到1988年的時候 你就是選擇做這個工作啊 你沒有把這個制服脫下來 雖然你是便衣啦 但這是一個象徵 你沒有把制服脫下來 站在你的對立面 所以 台灣前燕獎末時代過去之後 你的下一代就要承受這一些啊 負債就是要自還 我沒有辦法這樣講 因為我知道這不是我爸個人的問題 我後來 其實我自己原本就有參加人民民主陣線 是一個鼓勵 所以 一般的小老百姓 都應該在生活裡面關心政治 討論政治 並且練習 奪取權力 參選 可能是一種方法 的一個政治團體 那我覺得我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就是練習 在我的里民 我在魯州選舉 在我的社區裡面 跟許許多多 身上有我父親 有我弟 有我媽 的影子的人 跟他們討論 我為什麼要參選 現在這個國家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覺得我到現在 還沒有找到一個 最有效的方法 可以讓人一說就懂 懂得願意做 做了還可以持續 我發現我作為一個 這個發動機 我永遠都要面對 生活的龐大 生活的重量 他會捆綁著的人 出不來 他要加班 他要帶小孩 他沒有條件一直看新聞 他沒有條件 分辨新聞背後的虛假 他沒有條件 在上網去看很多很多文章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一直還在對抗 這個困難 但我覺得在生活裡面 去實踐一種生活政治 是 我現在還選擇在繼續在做的 那 我一直很 其實今年很快就要立委選舉了 然後我還在期待說 能不能夠 在我的社區裡面 弄一點 大家對於生活政治的這種想像 藍圖 來 對這個立委候選人 提一些要求 對 然後還在練習做這個 對 因為我覺得 只有當我們把 練習把自己的身上的厲害盤算 我關心教育 我 關心食安 我希望 我地下的管路都能夠 管線都可以清清楚楚 只有這個 只有當大部分人民都能夠這樣子做的時候 我覺得 我們才有可能真正開始來改變政治 而不會讓服貌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對 那我想先講到這邊 雖然我現在時間還沒到 那 我用這個來回應說 我到底在318經驗到什麼 而什麼事情對我衝擊最大 而我之後又選擇做了哪些事情 那我其實比較會想要把時間留給待會 後面的互動的時間 我會更想要聽到各位的身上的故事 以及對我們台上的提問 對 我希望這個互動可以去雙向 而不是大家今天來聽 三個好像很特別的人 在講很了不起的經驗 對 因為我會想知道 大家自己在生活裡面 後來又都實踐了什麼 那 主持人就先這個樣子 好 謝謝浩子 那 下一位是 柯華 對 他是政大的學生 然後那一天是在北平東路 然後是自發的糾察 那第一位 對 第一個上救護車的人 是嗎 第二個 第二個 好 那請大家來分享 大家好 我是政大新聞系二年級的廖柯華 那 其實我參加社會運動有一段時間了 我跑的第一場社會運動是倒扁 那是我小學五年級還六年級的事情 對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因為整個電視都在吵倒扁的事情 就變成 在 中正紀念堂 穿著紅色的衣服 高級 然後高寒著阿扁 現在才變成一件 很時尚很流行的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看到 電視爆得那麼兇 然後家裡一堆 爭牽口紅的衝過去 我就想說 好像 聽說還滿厲害的 我就到現場去看了一招 對 可是 那個東西跟我 認知到的所謂的抗議 或者是革命這類的東西 有很大的差距 它已經變成了一個 嘉年華或者是 像什麼神日大會那樣的感覺 就是大家坐在那邊 變成像聊天打牌 然後 晚上也是喝酒聊天 然後 變成它沒有 我覺得它存在一個 不管是中心思想 還是中止 還是它的理念 所以我對 在這個時候 我在小學 到國中這段時間 我對 抗議的理念 的理解 一直就是 那是一個玩樂的地方 它不是一個 有什麼 不管是理念 還是正義 這樣的東西 它不太存在 那直到我國中參加了 第一次我去看到秋豆 對 那個時候秋豆還有在 好像 它還有在丟雞蛋 對總統府 就是大家排排戰 然後走過去 在那個 凱達葛蘭大道上面 對著總統府 丟幾顆雞蛋 然後 給我幾隻乾爹娘之後 大家就回去了 其實我那時候很 震驚就是 因為這是我 那是我參加的第二場 社會運動 那跟第一場的差距 實在是太過懸殊 所以我之後 才認真去了解 什麼東西叫做社會運動 它該要是什麼樣子 它該成 包含什麼樣的理念 什麼樣的意涵 所以包含之後 有的 不管是五一勞動節 還是同志大猶新等等 這些有它的歷史跟脈絡 就是所謂的老牌 老牌的運動 我到嘗試去參與 還有理解 就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 我現在也才十九歲 在以前 更小大概十五歲 甚至十七歲的時候 腦袋也是空空的 就是很努力的想去了解 到底這些議題 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大家要上街抗議 那個時候想法很簡單 我假日誰會想 待在街上大吼大叫 正常人不是應該都待在家裡睡覺嗎 我是這樣想 那大家應該也是這樣想的 對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一群人 會願意走上街頭 或者是他們說 他們是被迫走上街頭 要跟這個政府來討真 所以我就 不小心一頭栽進了社會運動的熱誠裡面 然後 包含 那個時候 洪中秋暗的 一百十字軍 我也在其中 然後 那個時候還被家裡人笑說 你去的沒效啦 就是 你一個人 你就算 你去跟人家遊行抗議 也不會怎麼樣 政府又不會鳥你 那個時候被 那個時候被笑了一整天吧 而且不是一個人笑 而是十幾個人一起笑我 家裡十幾個人一起笑我 那時候心裡很難過 可是我覺得 不對 這還是要去 該去要去 就是如果 大家都不去 那就變成街頭上 沒有人了嗎 那如果街頭上沒有人 大家就 政府就會覺得這件事情 好像不是那麼重要 大家沒有那麼在意 所以我 對於社會運動 一直以來 我都是覺得 只要能到我就到 因為如果 大家都覺得 好像缺我一個沒有關係 那最後就是 都沒有人了 那所以那個時候 318那之前就有 我就知道就是 要 預計要翻牆 翻進立法院 然後 可是翻 翻進立法院 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那個在這之前 我跟黑島青也翻了個兩三次 那個圍牆 我都記得哪一塊有缺角什麼 踩兩下就上去 我都背得清清楚楚 翻了幾次 然後我被警備車抓 那個丟包在士林跟 淡水我都被丟過 我都被丟過 就是那個手機打開定位 還跟你說 方圓三公里面 沒有一個公車站牌 那種神奇的地方 我都被丟過 結果 結果我想說 那個時候想說 318說要進攻立法院 我看到進攻兩個次 我本來想說 又要翻圍牆 那沒什麼創意 可是我本來還是要去啦 結果 那天下午 我不小心 不小心得流感 晚上在 晚上在醫院旁了一整天 3月19號早上 燒著38度 快39度 戴著口罩 硬是搭著公車 才去立法院 然後 抖著手抖著腳翻那個牆 對 那個 那個現場其實 說熟悉很熟悉 說陌生很陌生 因為他已經變成了一個 一夜之間 他就突然變成了一項很大量很大的指標 3月19號早上有很多很多的 學生 或者是所謂的社運的素人 就是這麼聚集在立法院的周圍 他突然變成了一項全民運動 就好像回到了當年的島餅的那個情緒 在離那個情緒之中 所以我在議場裡面待了 沒幾天吧 一兩天之後 我就出來了 因為 一來是空氣很糟 我的 我的病情實在是 我覺得待在裡面 我怕大家都變得跟我一樣 這樣不太好 再來就是 我實在也沒有這麼多的 力氣去做衝撞和抗爭 或者是守夜 可是我出來之後 就是又看到了 就又回到了 06年的那 06年的 中正紀念堂 我們外面就是一個 歌手唱歌啦 演唱會啦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免費的咖啡紅茶 跟甜點 然後 還有人熟垃圾幹嘛的 分配得好好的 清清楚楚 然後我覺得說 奇怪 這場 我們是來抗爭的吧 大家都是來抗爭的 沒有人是來辦趴的 沒有人是來跑趴的吧 但可是外面的情況 外面的情緒怎麼變成 好像一個什麼 學校研究會一樣 只是不用錢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這場運動已經走向了一個 我不能接受跟 甚至我不能承認的一個方向 所以當時我本來想說 算了我想退出 那我就退出這場運動 雖然我已經為了他 大概三四天都沒有睡覺了 可是我本來想說 如果他已經走到這個樣子 他已經再次失去了他的理念 或是思想 或是他的靈魂 那我選擇 我不要再繼續支持這場運動 然後我就回家睡覺了 對 我就回家睡覺了 沒有想到 禮拜天的時候 然後中午我跟我爸媽吃完飯 我媽也是個 曾經是個鐵桿生欄 在我進醫院 在她把我從醫院領回來之前 她都是個鐵桿生欄 對 她現在說這個什麼 服貌可能不好 但不可以這樣領立法院 或者是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排斥 跟中國的往來 中國才是我們的經濟命脈 就是這樣的東西一直不斷地在 我跟她對話就是沒有進展 就是她不斷塞東西給我 不斷塞東西給她 可是兩個人都沒有 沒有聽進對方在講什麼 她就是一直想說 幹學匪 我就想說 她就想 她腦袋就是幹這個學匪 我腦袋講說 幹你這媽死神懶 這完全沒有交集的對話 就想啊算了算了 講不通講不通 那天我就回宿舍之後想說 因為太久沒有睡覺 這樣這樣發燒也剛退而已 那時候就 爬就睡也沒有想那麼多 所以電話響了 電話響了 電話響了接起來說 站頂行政院了 我說What 我們不是立法院嗎 他怎麼變成行政院了 他說對 站頂行政院了 因為那時候 衣服穿一穿包包拿一拿 然後 因為 然後因為 我的社團跟社科院那邊 還算有點認識 所以那個時候 就臨時把我們丟去北平東路 後面那邊 叫我們去管一下那個地方 所以到了現場之後就看到 還真的 真的佔領了行政院 裡面空蕩蕩一片 外面包滿滿的警察 然後兇層扼殺的盯著我們 就想說 哇這難得有機會 居然可以進到行政院的裡面 雖然我已經進不去了 但是 好啦至少 至少 至少享受一下 我也曾經在這個現場 我本來有這樣的 我本來是有這樣的想法在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在後門那邊 跟其他幾位 包含在座江波會 對 我們就一起把正後門那個地方 的秩序處理好 讓大家盡量的往 警察的方向靜坐 然後我們也是帶帶口號唱歌聊聊天 欸也不算聊聊天 就是 就是我們講講話而已 然後 原本都一切都是一片祥和 然後 突然就是公頭萌 公頭萌出現了 我不是表你們的意思 公頭萌出現了 蔡經貴教授拿著旅梯 真的就衝進 跨過花圃 然後架著 架上梯子 就真的打破 真的把那個窗戶 掰開來 然後就跳進行政院建屋裡面去了 突然一圈圈 大家都傻了 這跟我們沒有接受這樣的通知 突然這件事情就這麼發生 欸 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當你看到 這是人很正常的反應 你看到一個老人家在爬旅梯 然後旁邊一堆警察 又不是把他把人扯下來 把那個旅梯給扯掉的時候 你會怎麼辦 當然是打那個 當然是推開那個警察 或者是那個旁邊 吉他公頭萌的阿姨阿嬤更厲害 打那個警察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說 小年來看什麼 阿姨阿嬤 打下去阿 我就靠腰 不對吧 奇怪 因為 大家想法還是 我們在幹的應該是個 就算是有零星衝突 但我們應該還是個和平 非暴力的抗爭嘛 可是 突然一切之間變成這樣一個衝突 我們很不能接受 所以那時候我們現場想法就是 阿不對 這個 真的 要先搞清楚他們不是我們的人 我們一開始 我們也沒有接受到這樣的訊息 至少我們 不知道 這槍行動 所以我們應該要 讓大家保持著和平跟理性 不要繼續跟警察做對抗 所以那時候我們好不容易 把警察 把民眾跟警察 分開來之後 那蔡教授也進去 蔡定貝教授也進去了 然後共同盟也撤了 然後突然 就是原本都是一片祥和的時候 就是 突然間 就真的很突然 就居然從消防局裡面 跑出了一百個保警 帶著白色鋼盔 然後拿著棍子 跟包包那個盾牌大不大 那盾牌看起來長得不太一樣 那個時候我們本來要討論過 是 欸 奇怪 這個好像跟原本看到的不太一樣 然後可是那個時候現場 收訊不太好 所以我們終於找出了幾隻 不知道是 遠傳還是亞太的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收訊特別厲害 然後看了一下 欸 好像說要清場 而且 看一看看一看 那個飛出了滑滑 新聞看一看 欸 好像強度還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本來還在後門擬定了一個作戰計畫 就是如果 我們預計是裡面會有人 會從後門被抬出來嗎 雖然後來證實那個思維是反的 我們原本以為是裡面的人被 不管是被上銬被逮捕幹嘛 會從後門這邊運出來 因為前門的人很多 整個都堵住了 我們想說他們會從後門被運出來 所以我們本來想說 人從後門被運出來的時候 怎麼救人 怎麼把警察弄開 所以我們還那個 我們那時候四五個糾察 在那邊想了半天 搞了半天 江波還說什麼 我身體虛無 我不能打喔 所以搞了半天發現 好像他們就 他們就排排站 然後在後面圍著我們 我本來想說 來來來要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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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來袖子都捲起來 來來打打打 結果他們又走了 結果我們想說 欸奇怪啊 人來了 一百個 一百個傳 傳給死的人 欸 人就走了 但是嚇我 那本來想說 都沒事了嘛 結果後來 那個時候 社科院那邊突然就 寄了一封簡訊過來 那個時候 十一點五十幾分嘛 突然社科院那邊就寄了一封簡訊過來 叫我們把整條北平東路說的人都撤離掉 就 突然就很莫名就是 為什麼 他們一來 後來有人說什麼 人不夠啦 前門需要更多資源啦 放棄這一塊啦 什麼之類 種種的風聲 總之 那個時候就是想 反正就是 大家先不要把 至少要讓這個指揮的人不要做 不要太麻煩 不要太難搞 我們先服從指揮嘛 所以那時候 整條北平東路就 帶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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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到 鈴聲 鈴聲的方向去 就經過天津街 帶到鈴聲南那邊 鈴聲北還鈴聲南 不好意思 我地理不太好 鈴聲 鈴聲北 鈴聲北的舉手 鈴聲南的舉手 好 那就鈴聲北 對 帶到鈴聲北那邊去 就發現 因為忠孝東的方向被堵起來了 鈴聲北的方向又被堵起來了 那他往哪裡走 反正想說往天津街 可是人都已經整個都塞過來 塞到北 塞到鈴聲南這個方向 鈴聲我們剛剛說他是北 對 塞到鈴聲北的這個方向來了 所以人也出不去 那這時候有幾個指揮上去跟警察 講說我們這群人大家都離開 你現在不是叫我們走嗎 所以趕快 你們人讓一讓 我們人出去 你們就沒事下班 回去睡覺 所以他們原本 原本真的把人都讓開 警察真的就讓開一條路 然後五六個人走出去之後 突然就蓋起來了 就在我面前 那個警察又蓋回來了 我就想說 而且是 更賤的事情就是 所有我認識的人坐在前面那邊 只剩我一個人在這裡 而且只剩 我跟江波瑋 手上綁著糾纏袋子 就說 我是學弟 我是小卡 突然之間要變成 我一個人要承受這種東西 我突然覺得不太對 我就跟警察說 欸 為什麼他們可以走 我們不能走 他說 人家剛說 那個 這個路不可以給人家放 我說 奇怪 你不是 你現在是叫我們走嗎 為什麼不讓我們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去問上面的 我就天秘行事 我說 你可以讓我跟你 後面的人講講話嗎 他說 不行不行 我不能讓你過去 我就靠 要鬼打牆 所以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所以你到底啊 我們從哪邊走 他指的旁邊那條小小的路 那條路有多 旁邊那條小小的 這人情到剩下來 空間那條路有多小 比這個還小 比這個還小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那我們這邊人要離開 你覺得要離開多久 他就開始不講話了 就跟一坑木頭一樣 站在那邊 看我不講話了 我說 我還可以比他 終止挑釁他 他就是不理我 我就想說 好好好 算了算了 那算我輸嘛 我就跟他說 那大家 側面那邊離開 然後能走 能走就先走嘛 那 後來我電話又響了一次 我電話接起來 剛剛先離開的 我認識的人 他跟我說 有一大群黑色的人 朝你們那邊過去 趕快 趕快往後跑 我們想說 趕快往後跑 那既然都叫我 趕快往後跑 一定有時候大事發生嘛 所以就是說 我們幾個 討論一下 就是趕快 趕快傳到後面說 能走就走 能跑就跑 趕快從 聽見那個方向 趕快走掉 可是 因為現場混亂 再加上 風聲 各種謠言風聲不斷 有人說我們是 特務學生 來搞垮這個運動 總的有人說 你們是 國民黨派來的 或者是 你們有什麼 資格 可以 可以 發號實定 這些 種種的問題 導致最後 我們的 傳令 沒有辦法順利的傳下去 就是大家最後都一樣聚集在 都全部塞在 林森北的那個方向 全部一坨人卡在那邊 那個時候 所以 可是以 那個時候其實 我們還很天真的以為 就是 給他打個兩拳嘛 抬走就算了 如果打用力一點就是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啦 但至少我個人想法是 我也是個人嘛 兩隻手兩隻腳 你也是個人嘛 兩隻手兩隻腳 你戴個棍子跟頭盔 我也不代表我就打不贏你 我本來還想說 來啊 就 單挑嘛 怕什麼 可是 基於 和平 非暴力原則 我們就是手勾著手 坐下來想說 能撐多久撐多久 所以進來 我本來就想說 如果你把我拖走了 你敢揍我 我在揍你 後來不然狀況不對 就是 我們真的坐下來了 然後 完客警隊進來了 我一看到那個裝備 我傻了 我打他死拳 搞不好他都不會有感覺 那個東西太扯了 我本來想說 搞那個 我真的當下有一種 我可不可以認輸的 那種想法在 你可不可以不要逼我 可是我看到 我那時候我有往回 往回 往回頭看了一下 後面一大票的人在那邊驚慌 我想說 不行不行 那個 這個投降這不是只有我輸 那全部人都輸了 那死定了 就那時候我就 我手勾得很緊 你問蔣博瑋 我手勾得緊不垃圾 我超怕 我真的很 我其實那個時候很怕 可是想說 不對 這搞社員本來就知道 這種事情 應該是會發生 那 街頭流浪這麼多年 也算是 今天總算是想要有成果 好不容易可以打下一個 國家行政 最高的行政機構 那一定要想辦法 能撐就撐嘛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真的很努力地撐 很努力地撐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腳踢下來 那個真的 那個東西 它的附近 腳上那個附近 腫不垃圾 還有那個靴子 還有它手上的那個 它的那個 它那個手套裡面 還放鐵 還像鐵片耶 怎麼打 裡面還放鐵片 那個一拳打下來 那個整個額頭被刮開 那個都是很稀奇 那個不是什麼稀奇 那是很常見的狀況 那已經變成正常現象 就看那個踢下來 你整個人往後倒 然後警棍朝你的手中間插下來 把你整個人腳開 扯著你的頭髮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那天還穿著牛奶褲 還穿著我皮帶 把我整個人抓起來 我75公斤耶 他居然可以把我整個人拎起來 往他們警察隊裡面丟進去 那個後來他們說什麼 去集體 那個醫院那個集體開什麼 指甲挫傷手拉傷 我真的不意外 我一個人75公斤 我75公斤 一個人兩隻手就可以把我拉起來耶 你那個手沒拉傷 我剛剛沒拖進我也真的是不太相信 真的塞進去 我本來想說 丟進去 想說兩三個人打我 加減 加減跟他 加減打一下 拖個時間嘛 結果那個時候 因為真的是棍如雨下 盾牌啦 腳啦 棍子啦 什麼瓜哥 就打一打去 想說 然後一看 我真的那個時候 本來是雙手抱著嘛 那個時候抬頭一看 我趕快收回去 要求我打我的這三個 是七個還十個 那後來 那 後來就是 好不容易 爬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被打到整個 整個 右腳 特別是右腳 就是已經沒有感覺 我本來以為他斷了 想說送他送他送他 反正出來打出來搞這個嘛 這個 心裡早已有覺悟 送他沒關係 反正 先來回 迂迴一下 看能不能再多拖一點時間 然後發現我爬沒三步 又被拖回去了 我爬沒三步又被拖回去了 那個拖回去那些時候 我心都涼了 我說你真的要這樣對我嗎 我手無寸鐵 我已經給你扁了 我已經扁了幾分鐘 你還有把我拖回去 來Round 2嗎 他本來回被拖了三次 真的是心都喊的 那一瞬間就是 曾經我對這個國家 還有那麼一點的信任感 在這來回被他拖了三次 扁了個十幾二十分鐘之後 瞬間他什麼東西都碎了 我對 不管是這個國家 中華民國 我以前是支持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以台灣獨立等於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曾經是認懂這樣的概念 直到那一刻 我再也不相信中華民國這個東西 我再也不相信這個國家 它是個民主正義保證人權 善待人民的國家 那些東西對我而言全部都是屁了 到包含後來進了醫院 出院之後 還有刑警大隊還會打電話來關心我 然後本來還要早上我家家門來 我媽把他轟回去 等等 在這間對警察 還有國家的那種憤怒 生到一個極致 五分鐘我還加快一點 突然之間你對這個世界 充滿了不信任感 就是你同樣在熟悉的家 早上起來 拉開窗簾 看到的就是那條肌肉痕 你都會覺得這條肌肉痕的顏色 跟前幾條 跟上個好像又不太一樣 就覺得這世界的顏色都變了 然後之後我大概有整整兩天吧 我說不出話來 我可以拼湊 我可以講出幾個簡單的單子 可是我甚至拼湊不出一個完整的句子 變成一種失語症 因為我突然覺得這個世界 跟我認識的世界完全不一樣 那我心中的價值已經完全粉碎 那我的信 不管是信念還是靈魂 好像都遺失在某個地方 所以我曾經一度回到 我曾經再次回到北平東路上去 就是看到 一樣是那個時候也是下午 下午的時間我就站在 當天我倒著的地方的旁邊 人行道上 因為那時候只有車在開 我也不敢下去啊其實 就看著那個地方 就想說奇怪我好像一直一直看得到 我穿著那天的 我穿著那件 我穿著紅色的外套 背著橘色的背包 倒在那個地方 有七八個人在踹我 我一直看得見那個景象 所以我在那邊待戰了一兩個小時 感覺像在招魂 好像我現在是在找我的屍體一樣 我已經忍不到被運到哪裡去 我現在是在重新找回我 到底是屬於哪裡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包含對 特別是警察的憤怒 那天真的是被他們打得不成人心臉 跟豬一樣 那個臉都腫起來 那看起來已經不是75公斤 像105公斤的臉 後來 後來有症結事件發生嘛 就是大家開始大量支持警察 配槍 然後駐守捷運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一上捷運 看到那把槍 我真的有一股很 很深很深的怨念就是 我真的想朝他臉上開個兩槍 然後 看能殺幾個算幾個 他們斃了我 我也沒有差 那樣的衝動很 那樣的衝動非常的強烈 所以我搭完一次捷運之後 我就再也不敢搭捷運了 那段時間我再也不敢搭捷運 那我到7月8月的時候才 我到8月才去做諮商 因為我覺得我的狀況已經 嚴重到一個 已經到類似恐慌症的地步 我只要看到不管是國家公權力 警察 甚至連保全保安 連交警指揮的那個紅色 會亮亮的棒棒 我都會產生一種恐懼跟憤怒的感覺 所以我才重新 我才去做諮商 重新釐清一下 我的腦袋到底 變成了什麼樣子 我要把它從 我要把它從 降火再重新 變回一個正常的腦袋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諮商之中 我才重新 我才釐清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我對自己的自責感非常的重 因為當天我是一個綁著糾察袋子的人 不論我是被指派的 還是我是自願的 不論我是社會院指派的 還是我是個人自願站出來的 那個都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在現場 我至少享受了這樣的指揮的客權 那我就有義務把在場所有的人 平平安安的送離那個現場 但是我卻 我不只沒有做到 我不只沒有做到 把他們平平安的送走 我還讓他們一個一個 再接著一個的送上救護車 送進醫院 送進加護病房 送進緊急手術室 我覺得我心中其實 我非常不能原諒自己 居然會有這麼大的一個錯誤存在 我一直覺得是我自己的 判斷的錯誤跟 智商過敵 導致了這樣一場非常嚴重的悲劇 如果我能夠在當時 不要急著跟那群指控我 指控我是特務的人吵架 如果我當時可以很順利的 把隊伍從天津界就帶走 如果我當時可以再做點什麼 會不會至少北平東路整條路的人 都不會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樣的事實大概很重 那至於後面怎麼走出來的 其實我自己也不適合你 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慢慢地在 嘗試回歸到正常的生活 因為我自己念新聞的 所以整個台灣大概到處跑來跑去 不斷地採訪聽著大家的故事 同時也在麻痹自己 對於這樣的恐懼跟挫折 然後重新建立自己 對於國家的認知還有想像 然後在不斷不斷地 這樣一點一點的重新建立之中 我開始回到了 我覺得自己還算正常的狀態 到包含最近 我就算看到當時鎮壓 或者是虛擬的影片 就算我真的坐在那個 我真的影片中我就坐在正中間 我看到他的腳朝我臉串下 我倒下去 然後被他們一群人衝進去 一群警察站衝過去之後 我人就消失了 我看一看我都只是刷拉頭 我就想想 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這樣的影片 我甚至已經不存在 我甚至慢慢地 我開始覺得我不存在這樣的憤怒 無敵感會有 那挫折或者是懊悔都會有 但至少我不存在這樣的憤怒 那所以我覺得 至少這整個323事件對我而言 它重新建構了我對國家 還有社會的認知 那這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成長 雖然 雖然差點被打到 連手跟腳都沒了 但 我覺得還算值得 因為畢竟 還是好手好腳的 頭也算回復正常了 雖然給他敲幾下 現在也還算正常了 那至少我自己對於 不管是威權體制還是 還是種種這些東西 這樣的權力象徵 我已經不會再有那樣的恐懼 或者是恐慌 或者是憤怒 憤怒會 可是已經沒有那麼強烈 我心中很清楚 我很清楚我想要打倒的是什麼東西 我很清楚我相信的信念是什麼 所以至少對我來說 323是一個很 我不能說很棒 應該說 對不起我想不到一個 應該可以算得上是 政治正確的形容詞 那我 沒關係我就不爭取一下 它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它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至少讓我重新 認知到我想要的是什麼 我不喜歡的是什麼 我的敵人是誰 那我相信的信念在哪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知道嗎 我講的是去年 那時候他被打的時候 我看著他們被拖進去 就是後來我們會 想用一年的時間 找了上百位受傷者 多人最早的朋友 那其實去年我訪問他的時候 他今天講話很high 可是我去年聽到他說 他一開始也很high 他也跟我講了一句一樣的話 一直繳送他 早就有權誤了 那我今天這支聲音 他從中正義 被問完之後回來嘛 然後我問完之後 我就覺得 你怎麼會這麼的 有覺悟 我後來問他說 他那時候說 一直繳給警察沒關係 他後來忽然滴下來 升過我說 他真的覺得快死了 因為我 他有點好奇 就是 那時候我看到 他是被打了之後 爬出來又被拖進去 後來一定要警備車兵 他們上去踹他 那我看真的是 那個感覺 對啊 他就覺得他現在走 走這件事情 跟一年前其實這個 心情跟感受 那時候其實 大家看一下差別 因為他那時候說 政結的分數是真的 他有傳訊息給我說 他有殺警察 不然他在捷入了 那時候其實很多人 在那個時間點 當警察 尤其政結事件後 好像警察 變得越來越多多 這件事情 民眾是支持的 那時候其實很多 三二四 我遇到受傷的朋友 對這件事情的感受 是非常複雜的 在那件事情前 他們好像也 也可以支持這樣的政策 但 你體會暴力是什麼 之後 那件事情變得很難 忍受 對啊 所以他以前 他上去年是我比較擔心的一個朋友 那時候狀況就是憤怒 然後 好像有點失神 反射為人 對對對 狀況很強 現在就是high起來我覺得 比較好 然後柯華最近也有 就是 接受那個公司的訪談 所以在公司的那個 最近有一系列的那個報道 他也是其中的一位受訪者這樣 然後下一位是 之前就是 說是沙漠野百合 但是 現在是 在抬著微信幫忙的小欣 大家好 我是小欣 其實 我現在還是社會運動工作者 目前在共同盟當執行長 但是 謝謝傳凱今天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其實身為運動工作者 我其實從318 323 324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在 公開場合聊323這塊東西 因為其實 我從來 其實我聽到 相關 任何當事人 或是台下 對你們剛剛在講的經驗的時候 其實我 我自己是會迴避 我會選擇不聽 我聽多了 我也會愁痛 就是 我們 進去到 行政院 前面我們都不用講 就是進去行政院 前面我們都不用講 就是進去行政院 然後 我們看到有人破窗 然後我跟徐莉 跟人爬進去 然後 有記者威脅我們說 你們如果沒有人出來去 主張這個訴求 那 你們就全部被當作報名 給驅離掉 然後我跟徐莉 也 兩個來討論一下 就隨便拿一張紙 就隨便起草聲明 然後用我們平常開玩笑的 聊天視窗說 我們是三位也有百合 我們 我們把這個行動給認下來 那個時候 裡面的資訊很封閉 我們不知道 前面 有未癢 或者是 聽好之類的 就是有在前面有認 那我們在裡面去認 我們甚至在 認這個行動 都還在思考的是說 會不會 人家以為我們是要紅 或者是說 會不會有人 會不會我們今天用這個謎 去認下來之後 會傷害到立法院這個行動的本體 也就是說 在 應該是帶著自卑在做運動吧 因為其實在跟之前就有一起去參加一些社會運動跟學歷那些朋友們 但是我自己是在做海公運進出口的業務 所以我自己的學歷也沒有很好 我沒有念大學 所以我那時候在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都是用捐錢 或者是到現場默默的關心 我沒有想過要去拿麥克風 我也沒有想過說 在 能夠多做什麼東西去影響 因為 如果說 面對政府 面對這個體制是一個高牆 那在高牆的另一端是一堆的雞蛋 那我一定是雞蛋裡面的奇異果 就看起來很像雞蛋 但不是奇異 就不是雞蛋 就是 非典型的社會運動者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那 行政院事件我們把它認下來之後 開始記者會去追許莉 其實我對許莉有很多的虧欠 因為 基於那個 自卑感 其實 當下應該是我要認的 可是我跟許莉講說 許莉你念台大 你是學生 那 你來發聲明 我不要發 雖然那個稿是我們一起贏的 那我說 但是你放心 我不會讓你 我不會讓你一個人 去承擔這個 我會對媒體講 我是行動主人署長 這個行動是我規劃的 但是 後來媒體沒有特別 take我這個畫面 然後記者開始去追許莉這個人 我對 我那個時候其實對許莉是很多虧欠的 然後現在回頭再去想 那個時候再跟警察在 我今天早上有開庭 就是針對行政院事件我們有去開庭 法官根本就不管你什麼公民不服從不服從 你 他只關心你到底 就是進去建築物本體有沒有進去 他不管你為什麼進去 什麼理由 我突然去想到說 就是那個時候在推起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確 因為有一點點社會運動的經驗 我們的確阻止了 有人可能想要拿賴打去燒那個火災的警報器 有人想要去翻公文 我們又阻止下來了 我們希望這個訴求能夠在 最低限度的不被破壞的情況下 在讓這個運動能夠去完成 即使那個時候陰謀論事期 有人說這個是馬政府策劃的 這個是跟一場內無關的 其實在那個當下 我已經沒有時間去想那麼多事了 警察也沒有跟我們講說 叫我們要不要離開那間辦公室 沒有 然後再跟我們一起關在那間辦公室裡面的群眾 我們大家都看著你 那我們現在下一步是什麼 我們裡面有一台電視 電視打開來 全部都是對我們不利的評語 只有到我們發完就是聲明之後 沒有多久我們從電視的轉播裡面看到 有魏陽那些人傳人 我們心中是有放下一顆大石頭 就是還有社會運動工作者願意陪著我們去承擔行政院這個 好像那行政院這個行動應該 應該我們不是那個 就是媒體講的那個樣子吧也許 直到現在要重新再把這個東西 一直鎖在內心深層的這個東西拿出來的時候 我才會去想 那個時候想爬天花板 結果摔下來的那個先生 他後來了 或者是 最後我們要 退離開辦公室的時候 有學生看著我 然後很認真地說 你退 我不要退 我們是對的 我們幹嘛要退 就即使是在那樣的壓力之下 還是有人 其實還是有很多人比我還要勇敢 比我蓄力 或是比任何人都還要勇敢的 他們打算要去 帶到最後一刻 不過還好最後我們有 我們有下一個決定 就是把所有人都帶走 我有決定就是 如果他不走 那我也跟著不要走 然後我求他一起 要走就一起走 到離開那間辦公室 其實 我都還不是最後一個走 因為他們說要看著 要護送著我 離開那間辦公室 他們再要出來 我從來沒有 好好去面對這些東西 然後 323結束之後 的隔天 我回到立法院周邊的現場 我那天我是看著電視 就哭整天 我完全沒有辦法思考 我就看著就是 戰友們被打 或者就是不認識的 認識的那些人 被打得亂七八糟的 至於一場有沒有切割這個 其實我已經沒有很關心了 我只 我只很擔心 我自己的那個 在辦公室的那個 傻木野百合的這個 這個好玩的 愚蠢的這個 扔下來的這個行動 會不會變成的 加害者的本身 而我沒有一個 好好的機會 去跟辦公室裡面的這些人 跟他去講 跟他們去講 因為其實在驅離前 有一段時間 有很多人質疑我們是誰 我們是不是黑倒青的 我們說我們不是 然後有一段時間是 其實是有很多人 他們可以選擇離開的 有 因為 我那時候有走到 一個 女孩子旁邊 他帶著一隻 貴賓 那個小隻的貴賓狗 然後 弄裝淹沒 穿高跟鞋 我說 他問我說 這裡是哪裡 我跟他講說這裡是行政院 然後我說 你不知道 我們現在行政院裡面嗎 他說他不知道 他就是 去唱歌 然後 唱完歌走出來的時候 看到一堆人往這邊衝 他就跟著進來了 後來他就自拍拍完之後 我就說 那這邊有點危險 你們要先離開 然後他們就離開了 所以其實到後面 願意留下來的人 都是在承受那樣子的 一個輿論壓力 其實他們是有時間 去選擇離開的 有 所以他們最後還是選擇 跟我 站在一起 而我卻 再也找不回去 那個時間 去跟他們 聊這些事情 我自己也會怕 我自己也會回避 我不想去聊這個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負擔 因為我一直就是陷入在 我是不是加害者 我是不是受害者 然後 這樣子的一個情緒裡面 所以我從來沒有去 我剛剛 我現在講的東西 根本都不是我剛剛設定 要講的東西 對啊 就是後來 這些奇異果們 散落在街頭各處 然後我就把他們組織起來 就是台座違心 不願意 不願意退場的那些人 被行政院被打得亂七八糟的那些人 然後到 同情共同盟的那些人 這些青年 裡面超過一半都是設計師 然後他們 如果說有社會運動工作者 他在外面跟你講說 他是用愛在做運動 我會跟他講 我沒有那麼偉大 我是 我是帶著恨帶著愛 愛恨交織的在做這場運動 對這個國家體制的不信任 甚至是在 面對國家的這個加害者過程當中 我們以受害者的姿態 又變成了另外一種加害者 再去迫害比我們更基層 沒有發言權 然後在運動中沒有決策權 可是比我們還要勇敢的那些人 那些起義國門 就是帶著這股恨意 然後我組織了台座違心 你看那個自卑道 連成立了台座違心 去管台座違心裡面 所有的組織策略到設計 我都還 選擇先讓其他人去 把每一場的記者會活動 或者是幹部缺 我都讓他們 全部讓 就是我覺得 比我還要起義國的起義國門 讓他們去做 我就重鑽心心的去做草根工作 我以為 像這樣子的一個對人家的療傷 可能就是對我自己的療傷吧 然後到 一直到 越接觸 台座違心跟共同盟 一起成長到後面 變成一個獨派 去認知到可能中華民國的本質 我們的 憲法是中國法統等等的 然後 被 蔡教授 借掉來 共同盟 當執行長 那 都是因為 我覺得 就是 能當季蛋已經很幸福了 還有很多跟我們像這樣子一樣的奇異國門 在 這一整個社會運動當中更需要去 去把它重新的建構起來 對啊 大概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小欣 不知道大家聽完有什麼感覺 但是我自己情緒也覺得好複雜喔 然後 就是 其實今天邀請這三位的受訪者 其實也是 然後還有今天的這個場合 我想就是 也是提供一個 就是聆聽跟訴說的窗口 就是一個聆聽跟訴說的窗口 其實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雖然去年這個時間點 在電視啊 或者是媒體上 看到那麼多血淋淋的畫面 然後 國家暴力這麼 這麼直接 可是 其實它造成的那些傷痕 並不是只有 在 那一天的那個身體上的傷 其實 之後的很多人 他們仍然 每天每天不斷地在面臨這個傷痕 而且這個傷痕是 看不見的 是 每天他們必須得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面臨 對 他們得問自己很多問題 然後 去 試圖為自己療傷 所以 其實今天我們 就是邀請的這三位受訪者 他們各自在 三二三三二四之後 面臨不同的難題 可是 然後也受了傷 可是 很謝謝他們 就是 分享 就是這一年來的經歷這樣子 那 同樣的在這一年當中 其實也有很多的受訪者 他們不只是身體上受了傷 他們還遭受到法律的罪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知道說 當權者 就是沒有人為此付出過任何責任嘛 然後 反而是這些受傷者 他們不斷地還要面臨這些法律的 很麻煩的事情 那其實就是律師 司改惠 還有這些醫務律師 在這當中也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就請我們的那個 就是 醫務律師團的那個 黃玉忠律師來為大家分享 就是 當時的受傷者 是 然後 有些人是 原本是自訴 後來變成被告 那在這個法律當中 會面臨到的困境是什麼 還有他自己在這一年當中協助 在這個 三三勝二四的這個角色裡面 他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還有他這一路的感想 大家好 就是我 好像連拍舒服 對 所以可能有點逼贏 然後 就是 我覺得先澄清一點就是 我們雖然 配合司改會工作可是 就是 我不是什麼大卡啦 就是我覺得我今天來這邊分享的是 因為第一個是 受到傳開邀請 第二個是說 我自己 從三一八開始來 我不是以一個律師的身份 投入這場運動 而是說 我自己 因為我辦公室裡面很近 我幾乎每天中午都拿便當 全面吃 就去看看現場發生什麼狀況 然後 其實三二四 三二三晚上三二四那個期 我們也沒有預料到 都是個意外 那 我覺得 嗯 我分享我想分享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 我先把 今天的重點就是說 這一年以來 法律為大家做了什麼 或是 運動的參與者在法院 他面對法律的時候 遇到什麼狀況 跟大家報告 第二個是說 用我自己參與的經驗 來跟大家講 其實剛剛 那個小新有提到 他今天去開庭的狀況 這個東西 在講這事情 我覺得大家要先有一個 前提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刑事被告 你到了法院以後 台灣的司法制度 其實對刑事被告 非常的不友善 就是不管你是 兩人互告之間的 小罪 他請律師直接去法院告你 或是說 檢察官 收到別人提起告訴班 就是偵查 然後一路辦到法院去 那更甚至在更前面 警察在做偵查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我們文化史安 還是說 這個國家 它可能有點扭曲 我們在看到一個犯罪的人 或是被指責 你可能犯什麼錯的人的時候 大家對他不會太友善 像剛剛他提到的政結也是 不過那個是很複雜的事情 那 323那天晚上我 我人不在現場 我在我老闆家 那我們吃晚餐的時候 下午看到 五六點了 公進行政院了 然後我們還在討論說 公進行政院到底是 剛剛講很多陰謀論啊 國民黨策劃的啊 還是說 有人想要紅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大家就是 吃飯之間就還是觀察 現場只要沒有 秩序沒有混亂 因為我們還看到我們認識的朋友 也是律師 在青島東舞台上 雖然電視螢幕上 好像現場秩序還不錯 但是 就是沒有想到 隔天早上起來 完全世界不一樣 完全世界真的不一樣 我 講真的就是 我們認知的 法律在那個地方 完全沒有發生作用 你會覺得說 幹你現在不是21世紀了嗎 怎麼還會發生這種事情 台灣不是自取為 要從開發中 跨路以開發 你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很多 很多手梗 跑在腦子裡面 台灣多進步 什麼這些的 他媽的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 大家以為 有看那個時候的新聞 就是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有幾個女生律師 還有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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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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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說明你那天為什麼去那邊 而且他發明後他也先不告訴你犯罪嫌疑是什麼 你就來嘛 問你那天是不是去他醫院看病啊 有什麼去看病 被警察打 然後警察打你知不知道不知道 那你去那邊幹嘛 你是不是去支持反服貌 你是不是在你行政院 就開始問話了 他就開始問訊了 但是一般人他不知道他接到這個狀況 他會沒寫鞠票或是法院正式命令 大家那個165詐騙看很多都知道 我知道不是法院正式命令 我不會有事情 他就自己殺他去警察局 就做了自白入了口供 什麼都做了 對他非常不利啊 那我們當然有在現場318的時候 那個禮拜就在講說 你遇到這種狀況可以先找律師 有免費律師讓你找 但是有的人有在聽 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像小新剛剛講的 哈哈我唱完歌一起來 哇好吵啊 這麼多人 一萬九千人上街頭 一堆人就上去那邊 有便當吃 吃香腸 香腸婆 所以他根本沒管你律師在講什麼 或者是每個場子 每天 因為那個時候 這件事情大家其實 如果你跟稍微了解 這個會是一個很大的意外 所以很多社運團裡其實措手不及 他不知道會 弄這麼大的一個 像剛剛有一位講的 像嘉年華會一樣 所以大家都排時間 輪番上去主持 那你在現場群眾演示 看輪番他只好沒聽到律師的部分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怎麼辦 好了 他不知道自己怎麼辦 傻傻被警察抓去了 那警察先用醫療就掃了一遍 掃完一遍以後 更可怕的來 我有一個當事人 因為他現在出國念書了 那我們 他之後要開庭門幫他請假 他問你為什麼 你們如果出國 我們之後會快速通關 快速通關 會做人臉辨識系統 這個叫E-Place 這個警察他們自己設的 那你會有你的指紋跟臉上的特徵 而且說可以辨別 臉上的27個到100多個不同的特徵吧 我當事人 他 三二四的時候坐在大廳 他還戴著口罩 就是一個女神 那他是跟大家一起進去的 但是因為他進了行政院主建物 現在被起訴的都是有進行政院主建物的 如果你只是在 北平洞啊 被打 被水噴之類的 原則上你不太會被起訴 除非你有去跟警察拉扯 那警察真的要找你麻煩 那他就是戴著口罩 坐在大廳裡面 跟朋友一起靜坐 他就收到船票了 船票就是因為他有坐 他就說 快速通關 國家有他的資料 內政部去調他的資料 警政部去調他的資料 對啊 你看你這個 就很諷刺啊 國家暴力 他可以這樣侵犯你的隱私到這個地步 然後王卓軍說我能力不足 我找不到打學生的警察 這幹你娘 對不起 對不起 對 然後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有新聞報的 新聞就是報一兩百個二三十個 其實不只我們 呃 非官方資料 大家知道你去松山的那個保安大隊 做警察偵訊的 學生就超過兩百個 超過兩百個 然後到 六七月的時候 開始檢察官開偵察庭 這個時候還不算起訴 開偵察庭 我剛剛那兩個當事人偵察庭都有被傳去 這個時候 因為我以前在法院當替代役 然後我就無聊跑去跟旁邊法警打賽 就跟我的體驗太晚了嘛 因為我當時我們說他出國念書有請假 去跟法警官 欸 這一庭我看同一個案號這麼多 單找二十幾個人 那有幾個來報到的 那法警官說沒有 只有你一個有請律師 然後說他其他怎麼辦 他說檢察官 那個時候因為檢察官那個時候還沒換 那個時候一個檢察官姓張 他算比較溫和 檢察官不知道怎麼辦啊 那如果依規定我們現在是可以通緝他們 可是這種學生你通緝他沒有用啊 如果他真的檢察官在夠狠 他發個通緝下去 這個國大暴力很可怕 你今天可能 早上起來叮咚 還要去買美的美的時候 遇到人家的管區 你就被傷靠帶走了 對啊 但是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啊 這是什麼這個國大暴力啊 他不會告訴你啊 這很可怕 那到 現在施改會有協助的 當事人 控訴是我們告警察 還有辯護就是被國家告的 夾起來零零重重 就期待名單重疊啦 現在大概八十幾個嘛 八九十個 那有些人 其實今天那個小幸運看見到 有些人已經當你認罪了 認罪 他可能有請律師 可是他自己想像 我們會分析雅廷 你這個侵入住居不是重罪 你這個妨礙公路其實不是重罪 妨礙公路幾乎都不起訴啦 因為沒有很明顯的 拉扯 警察比我們還兇 怎麼會妨礙公路呢 對啊 但是侵入住居就是會 那侵入住居 就回到他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這個國家他今天要定你罪 他完全不管你的動機是什麼 但事實上我們在刑法的邏輯上面 你刑法之後就射出過法律 其實刑法是一個很 重視人與人 人權的法律 他必須要去考量一下這個行為的犯罪動機 這個看報紙看正解案子 大家就知道 一堆人在變 廢死聯盟在變 他犯罪動機是什麼 大家去考量啊 讓他情度可以減輕啊 但是今天這個法庭的 我當324思考易編護律師團第一庭的 我當時就是許利 進去的時候法官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他根本不管你什麼是射運動 他只想 我不知道他心裡怎麼想啊 但我看起來他只想說 這很明顯啊 你就進去站著行政院啊 你就進入住居 有什麼好講的 那許利那時候就說 我們是看著人一起進去 我們在翻著牆 進去有很多群眾 我在裡面我是為了維持資訊 維持資訊 你是為什麼要進去維持資訊 你好奇嗎 你好奇嗎 其實法官不能問這些問題喔 他這個已經預設了 這個檢察官要問的 如果你們看法庭劇就知道 檢察官要訓誤一個證人 訓一個被告 讓他自己講出不利的事實來 或者是說 他拿出證據來證明說 你的確做這些事情 法官是站一個重力第三者去做審判 可惡我們今天法院法院不是 他對我們超級不友善 那時候 許利要講的時候 我們前面有模擬過 我之前跟他模擬過 就說你要講的時候 因為我們辯護人嘛 我說我可以講 我就說那個報告在庭上 你不要講話 我再問被告 你讓他自己講 編護人我等一下再讓你講 就這樣子 後面全部 法庭上不是只有我們兩個 後面全部司改會的人 義工 記者都做滿滿的 那法官他更不理你 他更不理你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種 司法傲慢 這個東西就是我一開始講的 你今天是一個被告 你進去法院裡面 你就會知道 這國家對你敵意有多重 他預設就認為說 你就是來找我麻煩 你只會不好好守秩序 我才不管你為什麼不守秩序 你要抗議服貌是你家的事情 這樣子 他就認為說 你就是做來進行政院 法條規定 你就是違法侵入 這個行政院的空間 你就是違法 你就是有侵入住居 我只要這樣 我判下去判決書就可以寫了 判決書就有判決理由了 他就是一直逼你 一直逼你一直講話 他要你講出來 對我就是進去坐在裡面 我知道我這樣違法 他就希望你講出這些話來 誰會講出這些話來 誰敗吃啊 沒有請律師的人就會講出這些話來 對啊 那我們就認為說 你在司法上面 即使我們有願意 有這些義務律師願意 協助當事人 配合 然後行使他們 幫他們做抵抗 但是其實法院更不買帳 法院不理你 他不把你當一回事 我覺得這是 比剛剛前面偵查 他去調病例 或是用能力變身系統 更惡劣的國家暴力 而且這國家會不是在 323324318之前 就有 是一直長期以來存在 只是 沒有這麼大的社會運動 讓法院有這麼大的動盪 然後 所以人民沒有辦法發現說 原來我們的權力在法官 在檢察官面前這麼渺小 我覺得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對 時間 對對 然後 我們剛剛講到哪裡 講到那個 對 然後施改會 後來 那個時候新聞有報 有 這個案件定台北地議員以後 分了好幾個法院 分了好幾個法官 不同古別 因為案件人太多了 那時候我們要審議調查證據 調查證據是什麼 因為警察當天在現場 知道警察拿VIPI子在拍 他就對著你臉拍啊 你口罩的一個人 還說會把你口拉下來 還問你話 為什麼來這邊 晚上不回去睡覺啊 你也說你要哪裡去啊 這樣子 講這垃圾話 拍你啊 那我們就說 欸 北屏東天津間那邊 都有監視錄影器 警察門口怎麼可能不監視錄影器 我們要調這個 反應一開始不準 結果後來準了 好準了 調出來莫名其妙的東西 他拍的東西 完全沒有拍到警察打人 他就拍大家一開始在那邊拍拍站 坐下這樣子 然後到了 某個時間 你看那個打人時間是在 十二點多要開始打 那個時候你就看他會自動 飄往旁邊的路 他就 例如說 天津間跟北屏路口打很兇 但是在那個時間他就會往旁邊 他就會往 視頻大道方向拍 哇你就看到警察一群人走過去 但是沒有看到人被打 然後 噴水的時候也是 其實門口在噴 大概兩三點的時候開始驅逐 兩三點呢 你要拍 他一開始拍主見物 哇富麗堂皇 有噴字有貼貼紙 沒有看到人被噴 沒有看到人被打 六點的時候 四五點的時候 清酒有第三波 第三波就是在門口啊 走在南路上啊 欸好 真棒真棒 走在南路上 就拍到車子 他不會拍到人 就這樣子 那這些光碟那個時候 大家看一百二十幾張 完全沒有作用 一開始法官你幫我們看 你就覺得生氣啊 這是什麼東西 關關相戶啊 或是說 我不知道警察他們 他們自己有沒有意識到 或是說 這個是不是之前都組織好了 我們要打人 我不要讓你留證據 你被打了 我會保你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這種行規 但我們看起來就是這樣 那檢察官呢 檢察官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保護警察 因為檢察官平常用的手下就是警察 警察協助到辦案 他才有業績 可是 如果你是一個檢察官 大家看過Hero嗎 那個九力醫生公平 你遇到這種事情 你會不會想調查 日劇裡面會啊 限時台灣會不會 不會啊 累得要死 你他媽的學生幾百人去那邊站 檢察官 我平常你沒有學運 我一個月按鍵的八個幾件 你現在給我機上來 對不對 我腿開開的按鍵就跑進來 我這累得要命 對不起對不起 有性別歧視 對不對 就很累 他很累他也不想好好管 然後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這跟那個比較無關 422的時候 林英雄威脅 不是威脅 我覺得他威脅啊 但是有人說不太會 他就那個 我不廢核我就絕食 我就死啊這樣 那天晚上就我們 蔡英貴他們就是爬牆嘛 然後 柳林偉啊什麼這些 社育民人都在現場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318結束了 所以 on call的律師沒那麼多 那後子不死我就跟我同學 又是上次噴到血 另外一個陳彥均 我們那天就想說 去現場看一看 然後結果 就一堆人就被抓進去 六七個被抓進去 一些人有紀錄片導演啊 蔡英貴也在啊 然後我們就進去 就進去以後 一樣的狀況 警察局 警察就在那邊 也是一樣 為什麼要進來 為什麼要進來 還有一個警察 還有一個當事人更可能 那個時候立法院架為離 學生站上面抗議抗議 不要我反合反合 你下來你下來 你下來你下來 你下來你下來在這邊講 那人就傻傻就翻進去下來 好好進入這個進入 最早就把牠壓制 打一盾 然後眼鏡掉在地上 術袋 這些東西 警察沒事可以把你上術袋啊 不行喔 這個監察院都糾正過 連在監獄裡面都不能上術袋 結果他們現在抓人就上術袋 烏來張志軍的時候抓偉洋 上術袋 動不動就上術袋 反合上術袋 這個是很明顯的國家暴力 你覺得警察為什麼會這樣做 你爸是警察的時候 我第二個爸是警察 我媽改家 對 不過這個還好 他們根本不管你 他們覺得說 我是警察 我認識了一些比較不好的 你爸爸我不知道 他們認為說 你就是這樣啊 你們就是民進黨煽動了 國家的秩序好好的 有什麼不好 大陸有什麼不好 福茂有什麼不好 我們可以賺錢有什麼不好 台灣的經濟表面搞那麼差 八年遺讀 就這樣 永遠你那些PT救援的詞 他們都會一直講出來 然後就會 用很多很 你覺得根本沒有理由化的 政當他們的行為 你不要來亂 你來亂 我警察的職務就是 不讓你們被亂啊 然後就說 可是我們還捍衛你們的權利 你們有權利 別人也有權利啊 他們有不被你們亂的權利啊 所以我們還靠起來很正常啊 然後 然後 那時候422我們要進去喔 再去馬外面 我們都換上律師跑了 然後就說 我們現在要進去陪真 你們是那一來的 我們是律師 真的還講到律師證拿出來 有一個律師證拿出來 我們隊長說 你不能進去 然後我說你隊長說是誰 那警察職員請示法 滴幾條滴幾條 你不讓我進去好 你給我一個書面 喔你不要這樣啦大律師 這樣大家都是出來工作了 這樣不好吧 就開始跟你耍無賴 然後你就要 就是你再兇一點的說 那你現在不要 我就依照警員 踢幾腳てんで 你問有這個規定嗎 然後你就真的講給他聽 然後就看你好像真的很懂 我就叫我們小隊長來 然後小隊長你不在現場 然後一打拿手機給你 小隊長跟你在講 那麼小隊長れ 喔 教律師怎麼樣怎麼樣 喔 哎呀 不要讓我們為難啦 哎呀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盧了大概四十幾分鐘 才知道 喔 那只有你們幾個進去喔 不後面不才會更多了喔 然後就讓我們進去這樣 進一道理裡面你就看 蔡教授什麼一堆 又綁束帶圍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很生氣 喔 那時候立把油美女幫人多忙 她的助理就下來 那個委員說你們這樣 我們都要拍照什麼之類的 然後大家聽到油美女 就立委的牌頭 才把那束帶剪掉 剪掉以後 那束帶其實你有看過被束過 你束上去其實就已經受傷了啦 你看不然拉很緊 很痛 會破皮啊 在那邊剪 然後 這時候就有一個大家很不喜歡的人 出現人家叫柯建民 大家出現後整個局勢都不一樣 警察變得對好好來大律師這邊做 要不要喝水 真的 很誇張 我覺得 在我看來我就覺得說 當下很不高興 我覺得說這真的 靠北怎麼會這樣子啊 那我們念法律念這些 幹書念這是有什麼用 我選立委就好 真的所以我支持你出來選 哈哈哈哈 然後沒有沒有 然後這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 然後他們把這事情弄完 他覺得說 你講這麼多 我說我人民行使幾位有行 你不當一回事 我說你不可以侵犯我隱私 你不當一回事 我講一大堆法條 你不當一回事 我找了立委你就真的把我當一回事 那這是什麼東西 就我覺得這個是很扭曲的事情 在我心裡面我覺得這也是這種國家的暴力 對啊 那 我真的講講立體了 不好意思 然後後來我們就到 掉完那個光碟後發現這都沒有東西啊 這些東西通通都沒有 掉不到 然後怎麼辦 那斯改會還好他們認識記者 我們所有的 我們目前起訴狀 送到法院裡面所有的證物照片 都是我們從網路上 從記者裡面拿來的 沒有一片是法院幫我們查到的 你由此可知就是 你不要說法院不保護人民 法院多麼不想碰這個爛彈子 對 然後現在 進行政院有九十幾個被告 那 我那個時候開許利 他是一個人一庭 今天是九個人一庭 那有兩個人一庭 還有其他零零三一個人一庭 那我們就在討論說為什麼會拖這麼久 那也有另外一派律師認為說 有可能他們要這樣故意拖 拖很久拖到2016政黨人體 就把案子熟了一下熟掉了 你覺得就可以這樣熟掉嗎 熟掉當然對我當事人而言好啊 對許利而言他沒事啊 可問題是 如果以後同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如果今天我們 真的政黨人體的 我們要反的是民進黨 你這樣熟掉 你事情沒有解決啊 對啊 現在公民課本 國中現在教法律的 你國中高中生 你讓他們上這種法治教育官 結果你 現實上完全執行不是這個狀況 然後你讓他們知道說你的權益 法律在你面前 你找律師找什麼都沒有用 假官因為法官最屌 更屌的是立法會員 靠那我念這東西幹嘛 就你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不像是一個 民主正常的民主國家會友 當然有人就知道 他們不是正常民主國家啦 對 可是 不該出現成這個狀況 我每次碰到323324的人 我只要問一句話 就知道你是不是笨蛋 對啊 我自己比較主觀點 我說你覺得你公民覺醒了嗎 然後他就說 喔我公民覺醒 結果說對啊3232 我們那個時候318公民覺醒 反复冒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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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我說 那你知道你現在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然後說不說所以然 有些人他就是很吵啊 跟著大家去啊 有些人他就覺得 對 有庭審 有凡神 有支持他們 有郭昌神 有三神 大家有支持他們 就是 我覺得那個 盲目的狀況 對你自己本身權利的盲目 對國家警察機關的盲目 認知說 你根本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東西 對法律有過多的期待 對現實有過多幻想 我覺得在324那天早上 我自己的 本身就是我覺得這完全 就是醒了 就是醒了 然後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講那麼多不利的東西 你覺得這個案件到現在進行的順利嗎 超級不順利 超悶的 真的 324我第一個提議 開第一個取例去 就偏反彈凶一頓 就偏反彈凶一頓 反彈對我很凶 根本不管後面我們的大陣仗 對我很凶 凶一頓 然後大家都寫社論 這自己也要吐個苦水 寫社論說律師準備不足 靠邀你 那個 傳票一個禮拜前才來 然後我前三天才跟許莉會面 法院在開行前一個禮拜 根本不會讓你越卷 我哪知道假官有什麼證據 你這樣說我準備不足 對啊 我覺得我已經盡力在幫助許莉欽罵 我們前面有先跟她講好 我們一套比較讓她可以 法院對她不會那麼不利的說辭 我覺得 目前這個階段 我又做到我該做的事情 但是 我希望就是 除了她案件以外 其他人你們 如果今天有在現場 我覺得這個國家暴力 不是說 你不進法院你就不會承受到 你隨時都有機會碰到 那我覺得你要遏止這個歪風 就是 拜託多關心點這種事情 這個事情不是說 你在回溯去找323324 當初發生什麼事 不是 而是說 暫禁其實它是一個連續性的 它的時間沒有中斷 對我講這個東西不是說 要追溯真正的負責任的江儀化 還是王卓軍 黃森永之間 這沒有意義 追溯的是這個國家的 這個對你施暴的這個行為 其實到現在還是一直在持續的 對啊 那 用我跟顧力熊吵架講一句話 你沒有真相 你不會有和解啊 就是你要有真相 你才讓人民放下那個心中的頭 那我 有的人他可能選擇 我沒有真相可以活下去 可是我知道 我自己碰過案件 不一定是這種東西的 你那個傷疤有一天久了以後 你 會在你身體裡面 你會很不舒服 你永遠會 十幾個時間後 你想到323 你可能還是會覺得很害怕 或是你會覺得很恐怖 有的人會有這樣子的創傷 或是說他根本就壓力很大 家裡壓力很大 四周的壓力很大 需要壓力很大 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持改 會接到的一個案子 當事人我約他來事務所談 都盡量輕鬆一點 講案件以後 我最後都會再問他一個說 那你家裡人知道你做這些事情嗎 像許莉就是 他就說他家人知道 那我問他說 那你現在要博士班 你知道教授知道你做這些事情嗎 他說他知道 我知道他們支持你嗎 他們就說 他就說他只好教授就是 因為他現在中文運 只要不妨礙他的實驗 基本上沒關係 那我就說好 那我盡力幫你做 能做多少是多少 但是我希望你要維持自己的生活 所有當事人都一樣 今天不是一口氣這樣 幹我被警察打 幹有律師幫我雙 這樣子 好警察會幫我雙 不是律師會進法院幫我雙 我可以拿到勝出判決雙 不是這樣子 你在法院判決競爭 你的生活期還是要過 那生活還是要過 我覺得 像今天這種聚會 如果你真的在3233 是受過傷的人 你一定要多慘 你聽聽別人在講什麼 才不會就是每個上捷運 都要把警察逼了 對 我沒有批評的意思 但那個時候我真的很想做警察 因為我們同事就是 他背律師的皮包 就像那個公司包那樣 他就直接上面貼一個 那個時候318的海報 那種貼紙 然後他做捷運 我們住在中藥行程 中藥行程出戰 警察就知道 先生你那個什麼東西 你做什麼的 你是不是受了運動分子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叫 幹你娘 他沒有罵那個 但我們聽到就是這樣 他就拿出律師證 我是律師 這樣 這個中包包是我愛貼什麼 就貼什麼 對 你應該沒有什麼職權 可以管我這個事情 我妨礙到你的忙 那警察就是 他們也很期待 怕他聽到你是律師 他摸我鼻子就走了 可能會這樣 可是如果今天你不是律師 如果你今天你不知道 你的權力可以這樣行使 那個書包上面不要貼貼紙 那你就很突兀啊 一般人 書包上貼紙 愛到誰了 那我怎麼辦 剛才叫你撕下來啊 你不撕下來 然後你就乖乖撕下來 對你凶一下痕就撕下來 或是幹嘛 其實你的權力已經受到侵害了 可是你不知道 因為這就是什麼 這是鬼打的暴力 對啊 好 那 怎麼樣 那我可以開始講我一些比較person好的地方 對 然後呢 我覺得作為一個運動的參與者 其實能來這邊我覺得真的很有榮幸 可以跟大家講我的想法啦 就是 等一下我剛才有做筆記 因為實在有點複雜 對對對 唉 其實他剛講到你有參加文靈院嘛 那好死不死我也是王家最後的律師啊 對 然後 這個國家暴力呢 其實我覺得不只是3233 就是這個 就是我希望大家 在面對政府 不管說文靈院或說大福這種強拆 有同一戶不同一戶的角色或價值判斷的時候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這個制度的合理性與否 不是說叫你從立委的高空 或是從一個法律研究生的高空去思考 而是說 他剛講的 都更這個制度 或是說今天這個制度 我讓警察去打人民 這是一種落落相殘你知道嗎 我們不是有權利者 警察換一個角度他不是有權利者 他只是聽命行事的人 當然他很有情緒 所以他動手比較狠 那 但是 另一方面 為什麼今天人民上街頭 會被警察這樣毆打 這是一個落落相殘 文靈院 為什麼同一戶不同戶 吵一起 這是一個落落相殘 你去面對國家 我覺得這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落落相殘 對啊 這是 從 其實我們自己在聊 常常參與社運的律師在聊 有參加你應該很清楚 這幾年社運的高峰其實是從大埔 我們說我們覺得是從大埔開始 那一個其實引爆人民憤怒的點是 那時候許志宏 那個衛福部接盤那天 他只是坐在一面靜坐 被人家用妨礙交通 這條罪送走 這個是 然後洪從天被推倒撞到頭 然後如其洪要騎摩托車 撞警察 結果是那天的三個人 三劍可 從那天開始整個 整個我們講社運圈的氣氛變得不太一樣 因為後來他們就用比較有趣的 也不是有趣 他也用一些比較大膽的手法 在那個 大夫被抓走了那個之後 大夫就回來了 那下一個就是丟漆彈啊 丟紅色遊戲的水球 去丟行者院 可是那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318 我記得我看到 雅虎的留言 我覺得很誇張 結果有人流說 那沒有網法了嗎 可以這樣攻擊 瓜拉機關的喔 這些人是不是要抓在牆壁 結果有人會流這種東西 對 然後同學我們就跟他們說 幹 怎麼一直都這樣 啊 雅虎都是網軍啊 沒關係 對 然後後來慢慢的轉變 然後我還記得 你有猜文靈院都知道嗎 318前幾天 314 王耀德自己拆自己的房子 那時候到現場 事實上還是落落相殘 黃崇仁在那邊哭啊 怎麼會這樣 因為黃崇仁對文靈院 投入超多的心血 在那邊哭 然後抱著那個 那個 我記得他抱著那個 那個消防的那個 消防的那個 乾粉麵火器這樣 要去砸那個 王耀德跟樂陽砸起來 那個鐵板 在那邊哭啊 在那邊拉他 還有那個胡子哥 胡子很大那個 一直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對 大家在那邊拉 然後現場在那邊點小蠟燭啊 忍得要命 對 王清泉一直跟我說他便秘 痴瘡 在那邊不能喪失軟痛 可是這些事情就是 為什麼一個國家 會把人民弄成這樣 然後那天的時候 就開始有點 有點怒氣了 結果318的時候 那天我還記得 我很早到晚邊 因為幫我審計 那時候還沒有那個 那因為我們事務所辦打浮安嘛 所以老闆跟程維廷不錯 老闆就說 喔喔 據說晚上會有不一樣的活動 那果然到9點半 舞台一喊 大家就啪 衝衝衝 然後後面是銀器 大家都知道 就一些人先跑去前面做假動作 然後後面就從停車場穿進去之類的 然後那邊拉鐵門 警察互相比賽拉鐵門 所以他比較快 那 你到那現場就感覺到 哇 好棒喔 你積了半年的東西 有一個出口了 可是 出口完了 然後就覺得 欸 可能早上想不到那麼多人 然後一直越來越多 然後談判出現 糾察隊出現 醫療通道出現 醫生來了 律師來了 那很多老師來了 後面還有瑜伽老師 晚上三個 那一堆人在後面坐瑜伽 在那個警安路7前面坐瑜伽 這個真的我沒騙你 他們自己帶瑜伽店來 在那邊坐瑜伽 然後EMT也來了嘛 還有武術的 據說還有武術師傅通 都來了 然後現場按摩師啊 復健師什麼這些 治療你的運動傷害 那時候是實體上的運動傷害 希望他們先來治療 大家實體上的運動傷害 對 那你會知道說 一個民意好像很沸騰到這邊 然後324的時候覺得 哇 世界不一樣了 但是沒想到 324早上退去的人 有一點 那時候我們本來很悲觀 結果後來來人越來越多 我記得傳來跟我講過 有一群人彰化他們上來 你去問他們你們為什麼上來 我只是不爽我們台灣人 要為了這些中國人的事情被打 對 但我不是在宣 那個鼓吹 那個獨立或什麼 而是說 這個事情其實 這件事它沒有那麼偉大 我覺得它偉大的地方在於 它讓大家去面對 我剛剛說的那個國家暴力 或是國家這些不合理的東西 不然的話我們就是繼續 去市農工商 照用自己過三餐做的事情 然後背房袋 然後就是 找很貴的新娘秘書 然後這樣子 同學都遇到這件事 所以最近特別有幹 對不對 這 光結婚然後生了小孩 就打一堆錢 然後一輩子就是 被壓蠢不過起來 所以這還是比較好的 那可能還有 更糟糕了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工作 然後去 Working holiday 回來 然後把錢花完 很多 就不是說在座的各位 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可能大家有的 已經越過這個階段 你現在工作很穩定 你有時間 有餘餘來這邊聽這個東西 可是 有很多人 或是說有 這個社會上 很多這種現象 其實還存在 那 這個東西它不代表什麼 它只是一件事 它只是一個服貌 它可大可小 你可以說服貌對台灣 影響很大 簽了以後 但是如果 就跟ECFA一樣 簽了以後 你其實看不到 你看不到未來 或是說你看不到 它真正對你的傷害有什麼 所以大家還是覺得很好 因為服貌反不反 這個東西 不是說幾個學生 跳出來就決定 其實還是那個 國家怎麼可以這樣做事情 重點還是在於黑箱 然後後面打人也是一樣 國家怎麼可以這樣做事情 不是說我犯罪 你不能把我帶進法院 而是說你怎麼會用 這麼粗暴的方式 在法律上對待我 這個都是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 之後再去思考 那我作為一個 每天都到現場去顯晃的人 其實我還是那句話 你今天 有的人外面就是說 當年 尤其是在一年多的時候 很多人說 我去年在這邊做著 我去年在那邊幹嘛 怎麼樣怎麼樣 講一大堆 我只想問他說 你真的覺得你自己覺醒了嗎 你真的有看清楚 現在國家真的對待你嗎 如果國家真的 你真的知道國家怎麼 我覺得真的在強姦 他怎麼在強姦 你在任何方面 任何面向子上面 他是盡量在撥斷 你在強姦你的話 你不會 只會有這樣子的那個 感受 就是你的感受其實更多的 對啊 那很複雜很沒跟著反應 就是另外一回事 對 後面這有點 先聊了 對啊 分享大家這邊 謝謝大家 這樣 順便跟大家補充一下 其實這一年來 也是有跟司改會合作 然後之前 去年的網路上 大家可能看過幾波 募集大家在現場拍的 照片跟影片的徵求文 那時候因為其實要蒐集物證 所以我們其實 沒有很方便在上面寫 我們要做什麼 但是那些證據 還有像記者朋友 還有紀錄片工會 甚至像那時候 柯隆發拍的空拍 後來在法律訴訟上 其實是陪三二四受傷者 去離奇他們當天事情中 很重要的一批試證 那時候我們那個 試證的分析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不是法律人 我是還念書人 我們在三二四之後 其實還蠻多生氣的人 各行各業都有 後來就 就是先做訪問 然後後來就是去幫忙 司改會整理證物 那整理證物過程中 其實做了個蠻有意思的東西 或蠻有意義的東西 其實那個在最近 可能會整理出來 那時候我們就移植了一套系統 那個系統是 研究台灣迷猴的系統 就是 研究生態會在樹上掛影片 掛攝影機一直拍 拍完之後 就分析那個 猕猴或動物的生態 那當然那個分析 就是比較像自然科學的做法 但我們那時候找了一群志工們 還有家鄉事改會義務助理們 就很認真摳搭影片 幾分幾秒 警察或憋很多馬 警察拿盾牌先墮人 然後警察拿騎捏棍打人 警察有什麼方式做 然後那個其實裡面 就是大量的把當天 現場發生的事情 至少在我們可以 後來當然拿到批更重要的影像 對 但是後面的影像素質其實非常好 就是非常清楚的 整個施暴畫面 那其實這一次 這整個當天 在行政院發生的事情 如果我們不用狹義的 國家暴力來講 在現場的狀況 其實在一開始 12點5分 三六四12點5分 清晨 那時候在北平東陸發生的事情 其實基本上 在場的民眾說 幾乎都沒有預期的到 他跟後面也不太一樣 他一開始是叫一群警察 直接拿圓盾出入人群中追打 所以在北平東陸那時候 靜座的地方 其實北平東陸的 跟天璣間交口以西的部分 靜座區是在以西 但所有受訪者都移動 全部是撤退過程 就是刻畫剛才講的 在移動的地方被打 那其實人群已經聚到了 林森跟北平東陸口之後 有網迴散 因為一開始影片中非常清楚的是 就一群警察拿著圓盾衝出來 竟然就敲 所以那個尾巴就是天津間 有個國際藝術村事件 就幾個人逃到了藝術村之後 警察還一直敲 那個門其實是厚的玻璃門 所以你可以看到警察 外面有幾棍敲 後兩三個人外面衝去 那北平東陸其實基本上 在天津間移動 就全部掃光了 那一天情況是 警察衝出來打 剩下靜座等著拖到方頓後面去 那其實那一天的水車 事實上是在 北平東陸門被攻破之後 警方就出動水車 只是說有點 後面又是1點40分 他水車要噴的時候 發現水車太久沒用壞掉了 所以那些水車在那邊先 暫時的沒有出動 後來變成是方永林的車進來之後 就直接拉清場 就是浩廷遇到跟小新 後來遇到的那一區 你們出來之後就住在那一區 那之後到行政院院區裡 他是從主建物北方 東北角東方的通道 一直到前側西南角 那這幾區裡面其實很慘的狀況 是那幾天 那天裡面其實現場各區幾乎都不知道狀況 就是彼此沒有什麼橫的聯繫 所以北平東被打裡面其實也不太知道 然後裡面每一區清的時候 當然會知道有一區叫聲很大 但就是一區一區這樣就過來 然後一樓大廳裡面的時候 他的處理模式基部都是這樣 先驅趕媒體 媒體全部趕走 然後媒體甚至打也沒關係 再來就是把人拖到盾牌後面去 拖到盾牌後面去之後就是 騎眉棍或是拳腳踢 踢完之後把你丟出來 其實那時候的報紙 大家如果有印象就是 像蘋果或像義州看過幾個報紙 會有封面那種流血人物 其實那只是因為北平東路就是浩廷他們在那一區 走出來之後是從中山北出來的地方 正好記者會一直拍到 像現在警方光碟裡 從後到尾受傷全部都有 就每個都有拍到你們都有 但其他區的受傷者 其實因為當時媒體進不去的關係 所以其實各區的情況 輕重都有 但是被了解的不多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像老初寫的那就在復健 然後這才還有機會復原 有沒有機會復原 像是眼角魔獸所或是耳魔獸所 其實人一定比我們現在找得到的多 那清晨那一波是水車證 對不起 在行政院要親西南角的時候 水車就出來了 那時候是內外都有水車 那最後清晨中山北路 大家有印象那一段就是 水車流北往南 然後警隊在前面推 那一段其實沒有人進座 但他們就是看到人就拉進去打 那個是我看得最生氣的一段 那有人會問說 當天到底民眾打警察 事實上是有的 但幾乎都是清晨那一波 在中山南北路 我還去訪問這些人 他們自從醫院被打之後還跑出來 就是不滿想要跟警察再次的 那這些人後來變成被告 政院起訴最後那幾名 但我要講是說 那整個過程裡面 他施暴強度非常強 而且民眾到了最後最後 天亮那一波是比較有民眾 自覺到做下去是不妙的 前面每一波 都是被傻傻拖進去 那另外一個其實 一定要檢討的東西就是醫療 其實醫院的急診室裡面的名單 後來變成警方案途所寄去搜捕的名單 同時像有的當事人 像林志姐 在醫院的時候警察就來問他話 他是蜘蛛網膜下腔出血 然後脊椎也受傷 警察就在旁邊直接問他了 你為什麼會來? 你要做什麼? 那他其實住院住了快一個月才出來 那個恐懼感其實影響很深 或是說 比方 很多人會遇到 也不知道為什麼 比方警察在問你的時候 你還特別跟他講說 請寄到我的通訊地址 那他還是寄到你的爸媽那邊去 就是會讓很多當事者有壓力 還有就是學校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現在都弄得不是很清楚 刻畫是政大的 但是他沒有收到 但是政大的學生隔天就被教官關注 你是不是昨天又去現場 就李生章有被叫啊 還有其他的政大當事者有被叫 那就是說 到底這次這事情 他到底怎麼去追人的 然後這麼快就會隔天盯上你 其實現在有些東西 我們還沒有辦法重見得清楚 因為我們之前重點被發在傷者身上 然後最後我想分享一個事情 其實就今天談那個暴力啊 你這一年也是陰錯陽差 其實就是我們會做這個事情 像我是要解決外北屏東路上的焦慮 就是我那時候就超恨的 對我那時候還看著救護車 他們我根本不認識他們 然後我還指著警察說 我會把這些人找到 你怎麼會付出代價 來影下來看到我 其實我都不太記得 我會講這些 可是那時候是整個失控了 然後後來這一年 其實就是帶來這些朋友 我們就先陪傷者找起來 那個傷號其實真的是 像有時候現在網路會吵那個什麼 群眾是什麼 大眾是什麼 自主公民是什麼 我真的覺得都是被當中剩餘範疇看待 就是你不是明星 你不是組織 網路中碰到組織人 就通通丟到群眾裡面去 而這裡面每個人的傷 其實都是他自己 各自的人生中去處理的 真的沒有一致的 沒有什麼叫做 我們都是勇於覺醒的 我們都是自己 當初願意承擔 我跟你說帶賽進去的 真的超級多的 像我說腦出鞋的那個男生 他是支持的 他妹是穿假套套 跟他進去的 他妹就是因為 他們兩個兄弟 同胞兄妹感情不好 就這樣進去的 我跟你說啊 沒有那麼多人是有覺悟 當中會怎麼樣的 所以現在說自主公民 我都會自己負責 我都自願 或是我不自願 就是自願女的不自願 就是各種情況都有 然後這個傷後來很大的困擾 其實肉體上的傷其實都沒有太久 大部分沒有太久 厚就好了 因為那個皮肉傷縫 其實差現在大概一個月是不是 沒有到那麼久 沒有 沒有 對像我遇到最久是那個骨折的啊 吳月陽啊 那個骨折這邊斷掉 大概三個月吧 那其實 那當然不能復原 就不能復原 那就沒辦法 可是那個真正的衝擊 不是肉體啊 肉體真的當晚的肉體 那都是 溫柔和小事 就是親密關係的問題啊 比方說家裡就一直丟你 或是家裡不諒解你 或是家裡擔心你 都有 然後你沒有辦法溝通 然後呢 上班地方被痠 這種超多的 比方銀行業上班的 我被怕頭板 我真的超怕的 真的 然後 我最好不要讓他們發現 別人看到我 都想問我是不是我 我的裝作 他們講什麼我都聽不懂 或者是像我講那個 就是聖章的朋友 他是要救聖章 然後 他的案主是骨折嘛 啊聖章要救他 就是被敲嘛 然後他的朋友要救他 結果也被敲了嘛 然後他是要考警察 然後結果去警察補習班 又被酸 所以說 這是以後他處理的教材 他最後考上了 他覺得當時去考 是對他的承諾 但他考上就不去念了 對啊 像遇到的 本來考調查 覺得考檢查 就幾乎都不去念了 而且他的朋友 現在是在營運店做夜班 不是做夜班 就做印刷工 其實那個是 比本來做警察 更不穩定一些的 那個情況 還有就是 就是 去年的那個時候 我其實比較擔心 是很多人會很亢奮的 也不是亢奮 就是必須要讓自己 不想認輸 就必須要去參加更多運動 你越打五我要去運動 我要去運動 我不想認輸 而到下半年真的是 有的倒就倒了啦 就是完全消失了 然後 後悔去行政院 後悔 後悔參與這個運動 我失就夠了 我就是看認罪吧 認罪險 認罪是超恥辱的啊 對很多人來講 我被打 然後我告你 結果犯病我有罪 就是那種情況 其實是很恥辱的 然後那個 那個當我認罪的時候 不是認那個罪而已 是你很多東西都輸掉了 結果有人寫說 我輸掉了 不要找我了 我現在什麼都不想講 所以我說那一年來 其實 有的情況是越來越好 可是有的情況真的是 像我看那個前幾天公示報道 我去年有訪一個凱文 他是三十幾歲 他是一個單親媽媽 他小孩已經十幾歲了 他說行政院要打之前 他其實就婚了啦 因為他是在家暴家庭長大的 所以他是覺得爸爸回來了 就是那個 那個恐怖的父親回來了 所以他說他被昏倒 他其實皮肉上不嚴重 他出來之後 就對著超不幸的 就是公司報道悠閒 他說那時候 連律師都不相信 他就覺得是派來的 然後醫生也不相信 然後坐車也怕計程車司機安排好的 他後來跑去青島東路上跟 那個戰哭 哭著說找林非凡跟陳維迪 他只相信這兩個人 但當然找不到 然後他後來回家之後 他連自己家都不敢回 他就是整個變得非常的 懷疑人 我覺得那時候很多人 都有那種 很奇怪的 看到警車會緊張 看到警察會緊張 靠近行政院不想去 那時候我其實會擔心 因為他的疑心非常重 重到說 他那間騎士有個男孩子 後來是趴蔡正元車的那個 聖文吧 他甚至就覺得 那天在行政院大廳裡的時候 聖文的表現一直說 先走先走先走 他就懷疑是不吞 他對人都不相信 那上次蔡正元車子的事情發生之後 他還想 這是不是演戲的 要掉我們這些人 那個不信任非常的深 他被打斷的東西 其實是信任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一年後 其實我覺得好的是說 這個機會他其實重新去面對 家庭成長暴力這件事情 那他也會比較亮及 他的父親其實 並不是不愛他 是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個 在生活上要維持在家庭很困難 而且是挫折的父親 所以他只用打來對待自己 就是宣布自己的不滿 他會跟某些東西和解 這是好的情況 那我只能說 一年過去了 這幾天也是紀念晚會 然後很多活動 然後請當事者來講的 那天怎麼樣 可能這事情要過一年了 那個商榷不斷來長 他有的是權育人 有的是結巴人 有的是越來越嚴重 真的請拍共 所以我說其實 我只能說 就是今天這個各面相裡面 不曉得 只能真的是百感交集 看了那天的影片 那也不是憤怒的感覺而已 但真的這場 太多人真的是莫名其妙被打的 不是說我跟你衝撞被打 那就算了 像王興凱醫師那個 他是跟太太已經轉身回家 警察後面敲下去 敲下去之後 倒下去警察說 第一句話是什麼 他自己昏倒 他自己昏倒 警察就跑了 那這個拍得到臉 拍得到身上的 就是警察的臉子那麼清楚的 這個案子 對啊 這樣案子怎麼了 這個案子蠻慘的 整個慘最有虛弱案子都 就是 這其實是有點法律制度上面設計的漏洞 前一天有周先生過世嗎 周先生是 第一個 三二四被打後第一個 找律師去告的 當事人 可是因為 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你同一個犯罪事實案件 你提起以後 別人就是 要嘛就是病案啦 不然就是後面的人不可以再提起 那王興凱醫師是第二個 他是第二個提起 後面還有幾位 那最後才是施改會 所以 因為周永忠先生提起那件案子 所以王興凱的案子就是 法院在審判就說 前面這個犯罪事實 因為被告全部都一樣 就是 周永忠還有告馬英九啊 王興凱沒有 他就是從我們 施改會下面就是 江儀化 王朱鈞 黃昇勇 方楊寧 跟不知名遠景 這樣子 這五個人 這五個組合 對 然後 周永忠是沒有不知名遠景 但還有告馬英九 可是 法院在認定的時候 你同一天晚上 那你 法院的認定很荒謬 他認為說 你同一天晚上 你同一告這四個人 下令叫下面人來打你 那下面人打你 不管是誰打你 反正就是同一團的 同一個事實 同一個案件裡面 你受的傷嘛 那這是同一個案子啊 那你前面這種時候 你告的王興凱怎麼可以再告呢 就把王興凱的案子 駁回了 那我們上課到高等法院 到最後法院都被裁定駁回 那王興凱就覺得 他的案件已經卻沒有想要再繼續 去追究了啦 但是我們有寫 幫他寫一個視線 就是去申請大公 就是說這個 行事用法這樣設計合不合理啦 對 那他已經承受不了了嗎 呃 其實我是覺得 我看到他說也還好 他很開心因為吃喜酒啊 對 講家裡的時候 他家裡壓力很大 對 那個 就是外面裡面不一樣 那後面的更慘 史改惠的案件主要有兩大坨啦 兩大坨是每一件都二三十個 那兩大谷 一谷再銳谷 銳谷就是那個法官滿想辦這個案件 他有去申請調查光碟的那一谷 另外一谷叫能谷 能谷的案件法官也是用全部一樣的理由 就把這邊能谷的二幾名告訴人的案件 就是說你前面中文中文你比過啊 同件是你們二十幾個人 不可以再同一個案件 就全部都剖掉了 對 那 這個案 這個事情是二月底三月初的事 那時候我們十幾個月還開會 就是大家 針對自己的當事人被剖了 都上不出生命贊助 所以我也幫忙當事人上不出生命贊助 就好笑的是在 上個禮拜吧 周榮忠的案件被廢棄 就周榮忠的案件他們就說 你證據調查不足 結果到高安法院就高安法院 廢棄就說 你其他案件那些人 欸 王興凱這些學生 你應該要傳過來 當證人請問 怎麼沒有問 所以你有因調查證據而未調查 這判決違法 所以周榮忠的案件又發回一審 那 更捉弄的是 發回一審以後 我們還在想說 要怎麼進行的時候 周榮忠先生的過世 對 所以這個案件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做 司改會那邊 因為 如果是單獨的話 我們單獨各個案的各個人 如果大家都是分別告 不是一起告的話 我們有單獨自己的 我會幫我當事人盡量爭取權力 可是今天是我們一路律師團 所以大家一起做 那現在目前還沒有 在周榮忠先生過世以後 我們還沒有開會 取得共識 接下來怎麼進行 那 我們能確定一個目標 只是說我們會去申請事件 把這個不合理的規定 看能不能解釋 說讓所有 只要當天受傷的人 不管是哪個警察 你只要因為我一個人受傷 就是一個案件 我可以提起這個行政最初 而不會受到這種 荒謬的法院見解所拘束 這樣子 目前進行到這裡 這是 案件實際上遇到的難題 那補充一個 剛剛還露講一個 有的當事人找我們去告警察 那這個人他可能沒被打 他可能三二四也不在現場 他不是沒被打 他有被打 但是他沒有被醫療紀錄找到 但是因為他參與了施改 會告警察的團體 就被施改被警察認為說 那你就知道我 我都知道你當天在現場 所以他沒收到船票 這也是另一種 對我覺得很不合理的 還沒有到認罪 不會到欺辱 你就覺得說 靠這國家怎麼這樣對我 這樣 我來行使我的權力 卻還要被你當 反過來當嫌疑犯 在對待 對啊 這也是 我認為說這也是一種不拉暴力 那 那現在 有沒有人想要分享一些想法 或是問題 大家其實對三二三四 有沒有感覺 過不去 有沒有幫幫事者組的團體 而在團體這一年來 其實就是會有一些 互相說故事 然後互相 有時候會生緣 但是像是法庭 開庭就不要離人去 最近他們有一些想法 是這一年後 昨天之後形成的 比方說 裡面其實被打了滿多藝術家 其實很多人都創作 在那之後有 生緣的改變 就真的 比方 那時候還聽他們講 弄包括藝展 大家的畢業怎麼擺爛 然後之後就覺得 到底藝術是什麼 我 藝術跟現實關係是什麼 就跟過去的 學院裡面學習的想法不太一樣 這兩個女生受訪 就說他們本來想要去畫廊工作 他們覺得最好的 他們現在完全不行 他們想帶著藝術走到現場去 那怎麼走 其實也很焦慮 但是現在會有一個議長 是要那邊受傷 或目睹那一場 對自己衝擊很大便 用藝術來說一些東西 那之後也會有一些論壇 那論壇其實主角就會是當事者 因為其實當事者 我真的是覺得 在網路上 現在討論323的 很多人還是在運動網路中 其實會很少意識到 一個年的工作地方 你身邊是幾乎沒有人跟你聊著 這一年是怎麼過的 那其實很多人是不太有說話之軌 對 然後我們也會希望有些論壇 就是來說故事 而且我們現在訪過人裡面 還有七層而不是學生 那個職業類別廣到 就像昨天幫我們做餐點的是 寵物美容師 然後見車司機 那被起訴的那個 還有按摩師 忙的按摩師 就是什麼類型都有 然後 對阿 大家來的機會很不一樣 那就是說他們會慢慢來談 然後最後還是我們這一年來的訪談 跟一些調查 現在會用電子書的方式公開 那就是當事者 受傷者的部分 其實法律上的問題 跟律師人討論過後 其實我必須要強調 律師從來不會跟 就是大部分的律師 是不會跟你們說 不用去追真相待 大部分律師 只會告訴當事人說 如果你講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有什麼後果 你換個方法 想會有什麼後果 你自己做決定 對阿 這也是律團他們一直有的態度 那總之就是說 受傷者這件事情 是我覺得最想公開 先公開的 真的很多 而且我們一定有很多沒找到 昨天我們辦了一個 讓當事者聚餐之後 我就收了六封信 說其實想加入 然後這一年來 在臉書上根本就有 我都不提三二詞 他講不出來 然後一年後好像開始可以講了 對啊 當然就是我只能補充這一些 現場有時候講的 其實我常常講 所以 只是不是在公開講的 然後 總之基本上在那天 其實那是一場誤會 就是 就連現在要看話都還不知道 我其實到底是什麼身分 我不是 我也不是 就是 糾察 因為 我只是剛好那天 背包包 然後包包上面綁著 之前綁著私袋 然後沒有私下而已 所以 就只是幫忙 因為 因為後面真的 那個糾察真的太少了 就是 人那麼多 然後 其實也沒有說非常多 但是 就是 就算他人真的太少了 所以 就只是幫忙喊一下 然後 最後 就是 和他一起 經過的那些 那 呃 所以其實 第一 我其實完全 跟科化 在當時的 情境理解上 完全有極大的落差 因為 我從來也不是 什麼社運分子 就是 我通常都只是參加 然後在旁邊 然後 聲援這樣子 所以其實 從來沒有組織過 然後也沒有從來 真正進入行動的 那個 核心啊 或是 在那個聯繫感 所以 我在那天的狀況 其實 就整個是 一個洗禮啊 就是 從來沒有 遇過 警察抬我 然後也從來沒有遇過 那麼多警察在我面前 然後 盾牌警察 等等 所以 呃 我當下 其實 呃 當然有可能 就是因為 我什麼經驗都沒有 然後 狀況 我長得不像科化 那麼健壯 然後 呃 所以 其實在 面對警察 他抬我 把我架 因為 一開始好像是 他把 他把 科化先把他扯開吧 然後 其實我那時候 已經都 都已經沒在看 因為 那個盾牌是直接 朝你臉上的狀 所以其實 你根本 根本沒辦法去 真正的觀察四周 就是 我那時候是整個閉著眼睛 所以 度過那一陣 那 所以我只能用感受 來說 那個 我其實就整個就是放火 就完全放火 就 被拉開 那個 另外一邊的人之後 我就是躺在那個地上 然後 一堆警察這樣跨過我 所以其實他們 嚴格來講 他們沒有踹 也沒有打我 所以 那個狀況跟科化完全不一樣 只是 一開始他是 的確就是 用盾牌 作為他的武器 然後 來攻擊我 撞我 然後 墮我獎 那之後他們就是 排 排力我 到那個 警備車裡面 所以 那個過程 真的跟科化完全不一樣 但 那個場景就是 就是那麼殘酷 所以殘酷比較衰就是了 我 我不能這樣講 因為 我 我不知道欸 就算是我比較幸運好了 對 但後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其實我也沒有那麼深的自信 我也認為科化 你不需要有那麼深的自信 因為 其實 你就知道 當時就是 完全不受控 就是 民眾就是 他要有自己的想法 那你叫他離開 有些人 就是 選擇就先坐了 坐在那邊 那我們也就更做 然後 一起面對這些 然後 我 我被 弄到那個 警備車後面 之後 警察都把我放著 那我就 往後走 往那個 天津街那邊走 其實後面就 又一批 坐在那 對啊 所以 那 我在 繼續往天津街口那邊 有一群人還在觀望 那我就 在 那時候好像有記者就是拍啊 所以其實 後來也有看到那個 那個影片 所以 我就在那邊 就有跟那些民眾講說 其實就是 要扯就趕快扯 因為前面就是 直接來真 那其實他們也 也 不理我啊 所以 所以說真的 真的不用太有自責感 因為 我認為大家其實 即便都沒有想像到 他們即將面對什麼情況 但是 他們 也許 有思考過 也許沒有思考過 但是 他們終究 就是有自己的想法在 對啊 然後 選擇了留下 或是不留下 那有沒有其他 同樣那天 在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想要 也是分享那天的經驗 或者是 這一年來 你的感受 其實是因為沒有人要講 所以我想要先講一下好了 可是剛好是博威講 所以 那一天 其實我沒有被打 齁 那 所以在打人的時候 我已經 也不在那裡了 原因是這樣 嗯 那 最三一八一開始 當然大家就 那天晚上發生這個事情 大家其實都很 就都很激動 那 那就在接著幾天之內 那個地方就聚了越來越多人 所以那當然 我們禮拜天 早上 馬英九的公開的 預言放送 我覺得那真的是預言放送 全國人靜靜的坐著 等著聽他告訴大家 他偉大的想法 他才第一段講完 我記得我後面就一個人 就一句話幹 我就出來 那 那 那時候也不知道能怎麼樣 然後 其實本來都沒有想到會有 這麼大的事情 那邊的事情 我是電視上看到的 就在吃晚飯跟在我老婆家 然後 吃飯看到我們都傻了 說怎麼會有這個事 然後 就過去 然後 然後 其實我覺得現在 這件事情 聽起來 柏偉剛剛講到一個點 那我覺得 很有趣就是說 你說你因為先前沒有特別去 參加太多的社會運動 所以其實 對你而言 那一切都是全新的 就是沒有經歷過 或沒有什麼預期 那剛剛 有人說 有的人是先前有參與過的 話比說我寧願那天 我有備胎 但是我其實 我只是 我根本不讓那天 警察會台人 那個是我的備胎 我第一次 所以 我覺得 三二 三二四那一天 有一點像是一個 超過大家原本 預先 想好的 遊戲規則 而且是刻意的 就是我們本來講好會這樣 可是我今天就是要走 或者我今天就是要幹你 說實在就是這樣 我覺得 那 但這是事後 聽你剛剛那樣講到 因為那一天其實 OK我們電視上看到 大家闖進行政院 我們就過去了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還有一個學 一個朋友一個很多年沒聯絡 從來不管是 運動的學長 然後也帶他去 可是帶他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 阿不然你還是走 好了 我不知道等一下會怎樣 可是我也不希望你第一天來 就怎樣 阿不然你走吧 然後 然後 那時候我們沒有到後面 我們在就是 前面中庭那裡 前面 左右繞一繞 然後 那時候會想走 可是又會覺得放不下心 所以 我們從一邊的門出來 又從一邊的門進來 後來是 然後那個時候 那裡的通訊非常糟糕 然後 是因為 至少對我而言 是因為那一天 大家開始用FIRCHAN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印象 那所以 後來香港開始用FIRCHAN 那時候我人在美國 看到美國 覺得他們用FIRCHAN 很厲害這樣 我覺得 你看 你就知道多可怕 那 那個時候 後來是 有人傳出消息說 你被打了 我們就說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就要走 行政院 前面那裡 一路 就行政院跟警政署 中間那裡 還有一條路 那是天津街嗎 要從那裡過去 結果 有人把我攔下來 他就跟我說 你們不要再過去了 你們跟我一起到正門 你們不要再讓人進行政院 那 因為是我認識的人 我基本上信任他 那我們就去正門 那 他說他要進去裡面 跟裡面的人講 那然後 那一天他進去之後 我再也沒看到他 至少那一天沒再看到 然後那天在正門 我跟我老婆 就照他講的 就說 叫大家先不要再進去 結果 就是被質疑 你是國民黨的嗎 你是特務學生嗎 還有那種我看起來 像高中生的 就在拍照 他說 要不要我要把你的照片 傳給指揮還是什麼 好吧 那 然後 我覺得 那一天 在那個情況下 我們後來就沒有再進去 我覺得坦白講 是會怕 可是呢 我們 就是 沒有看到你們那邊那樣子 那裡全部圍起來 在 中山北 跟 北屏東 那裡 就是一層人牆圍起來 然後在外面一層 全部拿著相機再往裡面拍 然後 你會聽到好像有人在叫 就這樣 其他完全什麼都看不到 尤其你沒有爬到高處的話 就是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 我想 接下來我的經驗 可能比較像是 大部分那天不在現場的人 就是你就一整晚我們一人一台電腦 在各自一個房間就盯一整晚 然後 我覺得他就是來 第一個我覺得他就是來耍雕的 就是說來展現他的威風的 整個是他的行動 第二個 比較有趣的是他要耍給誰看 當然是耍給全台灣的人看 那當然也是耍給 對這件事情的局勢發展在乎的人看 可能是跟世界上高層的權利有關的人 那 Anyway這都是預測啦 那一天 我們到了天亮 看到我記得是黑島青的物資站 或者哪裡在說要物資 就是要毛巾啊什麼的 我們就把家裡的毛巾收一收 就衝過去 我不知道那天有多難這樣 然後 那一天到了現場 那時候 我很訝異其實在 因為整晚你都在看 轉播有關打人的事情 然後到了青島東 進來那邊說 其實很平靜耶 就 至少我覺得那個氣氛像是平靜 那 下到那個時候 我 才能看到一個警察 就 破口大罵 那 我不知道當年有多少人跟我幹一樣 無聊的存事 但是 那個也是一種失控的情況 他當然覺得不是他干他屁事 我覺得 你穿的是這個制服啊 對不對 你拿的是一樣的錢啊 不干你的事 最好是 那 可是那一天後來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後來大家都不太講這件事 就是 我們趕快把東西拿去武之戰 然後一路走 就是從 林森南在青島 擠南那邊交界一路走到中山南北路的時候 我不知道 其實鎮報是有一路 那個時候我們到的時候 是有一路從 從 行政院那邊 一直前進到 一直前進到 就是 青 青島東跟林森南 還有 濟南跟林森南 至少到青島東跟林森南前面那邊 然後 鎮報最前面的艇隊 還 你本來錄中山北是這樣 他還這樣 一路過來 就是一直到跟林森 跟青島東 中山南交界那裡 直接跟那裡的學生是面對面的 所以 我當天的印象 一直就是 你們就是要來 展示 就是要來火力展示 就是要來展示你們的威嚴 好 那 然後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 剛剛 律師講的那個 最後的有關於 國家就是在強暴裡面那件事情 那個其實是 那個禮拜一跟禮拜二 我一直穿梭 但是不是我 是我的家人 那 那 最後 我其實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不知道大家 用不願意講這件事 我先問問題 就是 就是在 程序上 剛剛 你講的幾個例子 沒有三個地方 我想了解在法律上怎麼規定 因為我們不懂 沒念過 第一個 當我們如果被警察叫去 警察局的時候 他需要 我們可以要求他提出什麼什麼什麼 才能 要不然拒絕配合 第二個 在法院的現場 我不是有權利 說 這個 我希望有我的辯護律師來回答 而且是我的權利 那 所以如果法官 堅持要我回答的話 他是違法的吧 那法官違法的話 我有什麼權利可以說 我不想再繼續參與你這一場 你在哪 那以及我可以告法官嗎 可以 可以告 那第三個是 最後一個是 你剛剛說 那小事就算 在 警察處理程康事件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說的 我覺得以前大家是有個默契的 好比說文靈怨或者什麼 他就是 你要舉牌嘛 雖然說舉牌這件事情 後來被 英烈大帝在 廣東府前面那場搞 搞到變笑話了 就是 那你不知道舉多少次牌 後來有另一件事情 搞得舉了很多次牌 但總而言之他是有個程序的 你要舉牌三次 然後舉牌三次完 其實他就拖人 那 那一天很明顯 其實舉牌可能 我在猜是直接沒有舉的 光這一點那一天的事情 應該就是違法 第二個 他在要做行動之前 應該要宣告吧 還是他需要做什麼 就是說在法律上是什麼規定 講講講講 謝謝 第一個規定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那個 刑事用法 我問哪一條規定 警察今天要帶你 或是說 其實現在有違法 那種最簡單的 前陣子都有在講 他查以身分證 可是你 我們一招行事出版 就是你沒有合理的犯罪嫌疑 你沒有什麼懷疑 例如說你有線報 或什麼之類的 你說我身上有毒品 或是說我是現行犯 你才可以做搜索 或是這種人邊調查的狀況 所以基本上你走在路上 警察不能對你怎麼樣 你可以拒絕他 那 我拿我最近剛接的案子 那個 格蘭偉志工 格蘭偉志工 他們就是那個時候在舉牌 然後警察就是說 有 民眾通報你們在這邊 太吵 然後但他們那邊有四個人 然後警察就說你們四個人 你們已經 因為三個人以上算集會有行 你們違法你集會有行 反規定你們沒有事先報備 這樣 那可是你也沒有 他也沒有舉牌 他就說你們現在就違法了 然後拿出身分證來 拿出身分證來 那那個格蘭偉他們之前 有一些上一些教育 就是說警察這樣 其實是武力群腦 不要領他 然後 那個志工就這樣 你就拿身分證去配合 可是我沒有怎麼樣 你又不能代服 他們就知道你不能代服 然後 結果警察還是把他壓制帶走 只因為 那個警察咬口香糖 然後志工不要亂很煩 對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執行的時候可以吃東西嗎 然後警察就惱羞 這人他就惱羞 打無線電 然後叫一台警車 三個警察來加他自己四個人 把他帶走 這是違法的 所以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新聞常常有報 那他們也在警局外面開記者會 但是最後被手壓手掉 就是那個局長 那個是育成派出所的所長來 帶那個人從後面走開 然後他也就跟他說 呃 對不起的這個事情 我們希望可以跟你們適合 因為他們自己知道 自己這樣子違法待服 違法待服 你可以對他提出國家賠償 對 這個是法律上的權益 好那你剛剛問 對 你剛剛說的那個例子 讓我想到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正當防衛的程度大嗎 呃 我會建議你不要對警察 行使正當防衛 對 因為警察他 只要穿制服 原則上他在執行公務 即使我們認為他的執行公務 是違法的 對 那違法我會認為 我會建議你事後 用國家賠償法 或是去申訴他 你不要對他執行 因為如果對他正當防衛 他就會說 因為警察職員行使法 規定他們在執行工作 可以必要使用強制力 他就會說你有抗拒不從 隨便把你罰罪名 他就可以使用強制力了 對 那這個問題會連結到 你剛剛第三個問題 我等一下再講 對 第二個問題是說 今天法官那樣子問 那我們會事件事件 跟我們當事人講話說 如果法官問 問的問題 如果法官對你很不友善 那可能會不 因為台灣的法官 其實他們原則上 在法庭上面 跟那個時候政局要不要到場 領庭宣判一樣 他們認為說法律沒規定的事情 他們都可以做 對 但這其實不對 應該是法律沒規定的事情 他們不能做 所以法官可不可以直接這樣問 我剛剛講 他其實不能問 許利他那天為什麼 相關的事實 他不可以問 但是我們有跟當事人講說 呃 如果你今天 就是怎麼講 畢竟 怎麼講 求權在他手上 判決的權益在他手上 我們會希望 盡量讓法院覺得說 我們配合他的程序進行 所以如果法院 法官會偷渡 想問你問題 原則上你讓我打 但如果他不讓我打 或是說 他還是一直想要問你的話 因為他們都迂迴想要問你的話 因為他們都迂迴想要問你的話 那你就打我們已經套好的那一段 對 所以許利那個時候他講是套好這一段 那你問說有沒有辦法制止這種東西 可以 你行使監默權 你說我不想打我行使監默權 交給我辯護人來講 可是行使監默權 那台灣的法官 在國外行使監默權他們會認為是合理的 陪審團也會認為是合理的 但台灣法官不會 他會認為說 你只講你想講的 你這個不想講就有問題嗎 他們就是這樣認定你 對 台灣的司法是非常的 我剛剛就一開始就講 他其實對你對人民很不友善 對 那你法律上有明文規定 你可以行使監默權 那一般的律師 除非你的案件很大 大條大到記者化還報那種 我們才會叫你行使監默權 那一般的話 我們會希望以當事人的利益 為最佳的考量 讓法官給你好的印象 讓你最好能夠就是全身而退 所以我們會建議你配合法官做 對 那當天取義的狀況就是這樣 只是我覺得法官的怨態度不是很好 不過據說他只有對我熊 他可能看我不爽 後面幾天他都蠻客氣的 好然後第三個問題 不管是集會有請你的舉牌 或是說 有一個東西叫行政執行法 裡面有規定一個東西叫即時強制 即時性的強制 警察他現在通常在發動這種狀況的話 例如說有人要自殺 那有人在自殺 你就不可能再跟他講 什麼我舉牌三次 還是我在高男生 我就直接把你抓下來 這東西叫即時強制 然後 集會有請法規定說 由當地 通常是如果警察局沒有 你去 假如你在內部分局前面開記者會 你沒有申請 那就內部分局最高知道了 他局長出來跟你舉牌三次 然後覺得你不服 警察局勤請法規定 你只要對他的任何意見不服 就可以叫他 寫書面的意見給你 就可以叫做一個書面意義程序 這個很好用 這個我教大家 這個不只是對警察 對公務員都很好用 有時候去辦公公 那公務員刁難你 你叫什麼名字啊 公務員最怕你 你問他說你叫什麼名字 他怕你稱我 你說你叫什麼名字啊 那你這樣違法 那你寫著處分給我 你不讓我做這件事情 你拒絕我權力 你寫著處分給我 他就會變一個人 或者叫他長官出來 那警察也是一樣 那今天我們認為我們就是其實還是回到那個問題啊 公平復服從 我認為有合法的刑事 極會有權利 我就來抗議的 我才管你幾排三十四我都不走啦 那警察可不可以直接逮捕你 不行啊 他逮捕也是 警察原則上只有限行辦可以逮捕 可是限行辦要犯什麼樣的法律可以逮捕 刑法的規定原則上也可以逮捕啦 社會自去維護法還是什麼 極會有刑法這種東西他不能啦 他只能把你做驅趕而已 不能逮捕你 那驅趕就符合我剛剛講即時強制的狀況 所以警察能怎麼做 其實新的信息分局局長這招是學很好 你看他有沒有逮捕 直接就把逮捕 欸我重新有人上考 沒有 他等他們反抗了 啊你攻擊我警察你有動力動作 你現在有這個違反傷害或是妨礙公務 他才幫你帶走 他會用這招 可是 那個 欸那個你應該知道嘛 那個公...那個是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那個在 在那個101前面那個也是公統的嗎 不是 大席隊的 大席隊的就是他們沒有被逮捕 可是就是他們就被警察追 警察就說你時間到了你不要在這邊 那個101的人出來抗議說你妨礙他營業權 那大席隊的人就走 走到另外一個角 警察追過來走到另外一個角 就這樣子互相 玩貓裝老鼠跑來跑去 這樣 那新的信息分局長說 我知道我不能隨便抓你 我抓你會有事情 而且現在 從3100有很多律師都會動不動 啊我要當義務律師就直接抓到現場去 警察不想跟律師打交道啊 所以他們現在就會用這個方式 那這個方式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其實是 他只能驅離你 他不能對你善靠 善靠的話 在打完了以後 那個時候傳凱問我說 學生孕料中 狀況法律上怎麼辦 那時候我們有寫一個 SOP啦 如果你在現場有進座 可能有拿到啦 就是我跟我另外一個學弟 我們兩個寫的 那原則上只有在你什麼 你有自己傷害自己的狀況 你自傷 或是說你要攻擊警察 你有攻擊別人 或是你攻擊自己的狀況的話 警察才能在沒有鞠票 沒有警察官傳喚的時候 扳你上手銬 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則 所以警察就裝板 用裝束帶啊 他就可以用束帶 可是束帶我們剛剛講 其實監裁員糾正過 根本不能使用 連在監獄裡面都不能使用 為什麼在外面可以使用 那可是這個時候 就是你沒有律師 你就會覺得說 這不是手銬我沒責了 你要有律師才跟他吵 跟他吵其實也沒有 我們剛剛講的 還是要靠優美女出面 不過你可以 基本上 有的警察他會擔心那個後果 你可以基本上 我會覺得算是有效的 嚇阻 好你現在要把我上手銬 請告訴我 你用哪一條 警協使用條例 警察資源資訊 你告訴我哪一條 我要你做成一個書面給我 那我會配合 我沒有不配合啊 因為依照警察資源資訊 這是我的權利啊 你要對我做什麼動作 你要驅逆我之前 你要抬我之前 你都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叫他把這講出來 然後記住他的編號 跟姓名 就是這樣 我會覺得 這是最好的方式 那那些規定就是 零零搜索 我現在沒在六法全書啊 律師是不會被罰條的 對 好 這樣 好 我之後 你講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你講的應該是 警察資權行使法的 第六條 已經沒有 我想沒有看 就是說 就我所知齁 警警法 第七條確實是說 你不出示身份證的時候 是可以帶回去 但是第七條有講說 有前條 也就是第六條 所稱的 合理的 懷疑你有什麼 危害的這種情況的時候 才會有這種情況 對 因為我那天所了解到的情況 我當時人沒有進去 對 那我大部分在社科院 如果到現場去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超過 東校東路 在喜萊登這邊 但我知道的好像 有人跟我 我所了解到的是說 其實在當天的十二點以前 十二點到一點的中間的時候 進去的律師有跟警察談判 就是說 可以讓一些人出來 願意出來的人 在十二點前要出來 然後呢 不知道是有些人 是沒有收到 這個消息的通知 尤其是進去裡面 很深入 在大龍裡面的人 就沒有出來 沒有收到這個通知 所以看起來看大家眼色 是代表人不知道這件事情 廣場上都沒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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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警察的 因為我搞不清楚是說 警察有一個限時安 他恐怕真的是 我聽到是有人 收到這個情況說 警察有嚇達說 你可以限時安全撤退 但是 可能通常 警察的慣例是說 在我限時安全撤退 我自認已經送達了之後 再不按時撤退的人 超過一點還不走的人 就會 受到更名利的對待 那我當時 我看一下整體的情況 跟我附近的觀察的情形 我當時的感覺是說 整個警政署 他其實很害怕 為什麼剛剛傳凱講說 在天津 天津街跟北平東陸的 這個地方的情況 特別嚴重的一個原因是 這裡剛好是警政署 我想他們很害怕 各位順便衝立一下警政署 如果有一天 警政署也被占領 全台灣警察的死路 對 所以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會覺得 你從對手方的 考慮的情況的時候 我覺得當時看的情況是 解釋一下你們的問題 為什麼超越了 你們所想像中的遊戲規則 因為在對方心目中 遊戲規則已經改變了 當上萬人 已經可以衝進行政院 而且附近 30分鐘內 可以趕來支援的人 還有兩三萬 可能有兩三萬的時候 那現場警察那天 大概幾千人吧 我才不可能 招聚 瞬間招聚到上萬人嗎 他沒有瞬間 他把我都叫 有上萬人嗎 有上萬人嗎 我看到至少是 新竹以南 就是大概 但是總體上面來講 跟整個立法院 附近的人員來講 警察主義人員的烈士 你不可能說 警察一下瞬間 有三萬人到達 但到天亮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 警察的想法 基本上我認為 看起來已經進入 一種準戰時狀態 要注意一下 當時動員的警察 大多數是保警 保警的特性是說 他其實是一個 準戰時狀態之下 可以作戰的兵力 所以我當時的整體的情況是 就是警察已經基本上 視為是在一種作戰狀態 的內障值得感 其實那個保警要補充一下的話 而且連到現在 專職保警人數一直下降 是 當天其實很多保警 是平常的警察去檢認的 所以北平東路 我們遇到的是苗栗調過來的 這個其實現在警方的調動 是一般警局有的警察 對對對 所以我說其實警方 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律師也花了蠻多時間 在找不好命令 所以就是 我們私人會討論很久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個 其實從這一年來 我聽過很多陰謀 或是說 各種想法 我只能說那天的情況 對我來講 有兩個迷我沒有解決 一個迷是 其實這些警察 平常不是在一個地方受訓練的 為什麼到午夜來 那時候很多喘測 什麼新聞不太拍 拜託2014年了 還有晚上12點大家都睡著了 新聞當然是24小時轉播 不是那個原因 是他叫人來 就花了好幾個小時 對應該 那也是星期天嘛 對他不是瞬間出動 所以他是從彰化離北 公文傳送也要時間 準備車出現到最後是高 高雄港 港務局 就是馬頭 高雄港 什麼港務警察 基隆 高雄 沒有這個 看調動紀錄 就證據說話 對 這個東西用揣測 我覺得其實很恐怖 就是說 這一年下來就是 什麼警察 那時候會這麼一致的做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 當我知道他們其實 各地調過來之後 我心中一直沒有辦法 完全回答這個 第二個是我覺得 今天晚上這個東西裡面 我其實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是 我沒有答案 大家可以來想 就是說 講法律這些東西 其實當然就是一個保障 你知道 但現場到底怎麼應變 當這種強迫下來 一年後我還是沒有答案 那天大家全部的應變 都是放軟嘛 然後 全部就是讓他抬馬 然後放軟之後 結果就是 就是打 沒有沒有 我如果 稍微回答一下你的問題 就是說 確實我的想法 就是說 律師出面 跟警察談判 你的目的不是當場逮捕 你的目的是 要恢復這裡的狀態 當這裡狀態恢復之後 就沒有其實強制的問題了 所以讓出一條路來 讓我們走 清晨的時候 買早餐的 都被拖進去了 那個沒有人進座 在人行道上 我說的是 就事實上 到底當天警察怎麼樣 對我來講 這一年來 我每天都在碰這個事情 他是接近在行政院的附近嗎 沒有啊 我在 因為我當時人在寫來燈這裡 是還好 我是還沒有被拖進去 連錄影帶都有 是嗎 所以你有經驗 不等於當天所有經驗 我只會強調說 對 到清晨的中山南北路真的是瘋了 中山南北路真的是瘋了 中山南北路真的是瘋 中山南北路真的是瘋 是我覺得去北屏東路之後 最起的一段路 整體影片的時候 整個心境不大平 對 他人是在對面喔 是在對面 是行在對面的馬路上 走出來買早餐的 照樣拖 然後有一個人的時候 胰島素不夠了 他在那邊已經 已經身體不舒服了 警察把他丟到身份 也在那個巷子裡去 我覺得其實當天警察 是不是有這麼清楚的 整體戰略思考 在短暫的時間內衡量你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東西 在公文中看起來 現在都沒有什麼解答 然後是不是因為 你佔據院區 還對你這麼兇 其實東西都可能 清晨那一波真的是殺紅眼 清晨那一波沒有 你們路在中山北路上 沒有人在靜坐了 對啊 中山北路是散的 大家是在逃的 昨天我們剪了那個影片 大家 欸 就是 雖然我剛剛就是 覺得說 還是把鎖回去抽屜裡面 不過剛剛聽完大哥 就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再給我們任何一個 社會運動工作者 回去那個場子 一百次 如果能夠再重來 我想沒有任何一個 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辦法去玩 去 去 玩 不是 沒有辦法去把那個運動 給恢復 他就是一個 對我來講 我後來去 不斷的把自己投身到 任何的社會運動場 去尋找答案 或者是去尋找這個 我想知道為什麼 就是國家治癒我 或者是我們社會運動工作者 或者是群眾本身 為什麼會得到這樣子的待遇 然後如果再回去一遍 我們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 去試圖去改變它 扭轉它 我沒有這個沒有答案 就是 它是一個必然發生的就是強暴 因為 對我來講 為什麼最後選擇走上台獨這條路 就是因為 這個政權它害怕 一個外來政權在台灣 它的一個正當性 它的一個合法性 對我來講 它就好像惡吧 或者是就好像白色恐怖 它就是 它就是那個威權的 幽靈 沒有得到一個真正的 跟人民 跟人民之間 或人民對政府之間 政權 跟政權之間的一個和解 從來都沒有去 好好的去檢視它 就像我現在把我的那個抽屜 又收回去心裡面一樣 就是 從來沒有人認認真真的停下來 好好的去討論它 所以 我覺得新政院事件就是一個 希望是一個開始 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的去做討論 然後等到有一天 那些 不只是群眾 還有包含背負著很多秘密的那些社會運動工作者 他們能夠放下他們心中的那些石頭 因為即使再給你們一百次機會 或給我們再一百次機會回去 我們都必須要去面對那個傷害 然後到今天 不斷的去舔是那個傷口 然後舔完之後再繼續走下去 我的想法是這樣 謝謝小溪 那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好 那我們在那邊 沒有 因為我覺得前面那幾個 特別是那個 黃律師 然後跟小新的發言 然後有讓我想 回想起一些 包括剛剛傳來講說 如果我到底再重來一次 你現在可以幹嘛 有點複雜 我 我盡可能講快一點 三分鐘講完 所以我剛剛前面有講說 我 我後來參與人民命運動針線的這個 這個選舉的活動 那 但我覺得其實我並不是 莫名其妙跑去參選 我覺得我在那個運動現場 我也 我其實是非常生氣的 對就是 好 就不多講切割什麼的那些 但我必須說我人在那個現場 非常的生氣 對我來說 就是今天一個行動 我自己也沒有預料到他 震爆的強度這麼的高 但 然後今天這個規模 現場人數規模這麼的龐大 大家互相不認識 對 那 每一個人參與的 就像剛剛前面傳開講的 有的人是自主公民 有的人根本就是來逛大街 有的人也沒有意識到這麼多 那我覺得在這麼紛亂的狀態之下 我覺得如果今天是 我 把我自己丟到那個 那個現場 我還可以再來一次的話 我覺得我會選擇 如果我是有參與決策的成員之一的話 我覺得我得要緊急討論出 有一個人出來 當守謀 這個守謀 現場能夠決定大家離開或是留下 我的意思是 得要有一個人上到這個位子去 扛這個代價跟責任 我覺得有一點類似是 剛剛前面 對 然後以及柯華講的 那種 自責或愧疚感 沒有錯 大家都可以選擇 我們是不是自主公民 我們是不是要留在那邊被打 然後 我覺得我非常幸運 就是我一直被打 然後 就只有 然後有互助 就只有額頭重那一下 然後看起來很嚴重流血 其實我超沒事的 我想真的我真的很沒有事 反而是內臟有內傷 所以我後來這一年很容易有奇怪的痛 就是全身經絡傷後奇怪的痛 那我覺得我非常吸引我們會打死 那我覺得如果從哪一次的話 應該是這樣 比方說 那一天清晨回到 清晨打完 我封完針之後 我就回到立法院 然後呢 立法院外 很多人 現在有點難過 就是太陽很曬 然後大家都覺得 他們已經從行政院那邊要清過來了 我們必須要繼續留在立法院外面 不然連立法院都會被清掉 然後 我那時候就有一個難過就是 我還算是有參與一點點社會運動的經驗的人 然後也會多問朋友 還可以多聽到一些消息跟風聲 這些完全沒有 馬路就這麼大 太陽就這麼曬 就是你擋在這邊有屁用啊 就沒有用啊 可是沒有任何一個人 要從立法院裡面走出來說 我們現在狀況是怎麼樣 請大家繼續來守 或者是請大家不要守了 沒有人講耶 沒有人講耶 就太分路完講第三次 沒有人講 我真的太生氣了 就從半夜12點一直清晴 到更早上9點 然後準備要往12點推進 就是有人像白痴一樣就抓路中間 沒有人講話 然後那個時候我跟我幾個朋友 不只是我 其實幾個認識的朋友 就做了一件事 我們把 就是我們從那個立院 正院清完之後回到立院 然後還有認識的幾個巷子 比方說巷 不是八巷 對不起 但八巷旁邊那一條 忘記了一個小巷子 裡面有認識的幾個年輕的學生 幾十個人 然後他們還決定想要留著 我們就把他們抓出來 就一個一個人談 跟他說我們現在得到訊息是什麼 分析是什麼 我們認為應該是怎麼樣 可是如果大家要留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留下來 如果大家不要留的話 我們就一起走 我覺得就給了一個選擇 然後我覺得我這個經驗 再到那個427 那個中校西路的那個水車事件的時候 又再來一次 因為人手不足的關係 因為聽到政府已經釋出一個 國民黨釋出一個消息說 那我們就停工不停艦 那到底我們要不要撤退 那因為人手不夠 就是在那個 反正就是 中校西的最邊邊 接近那個統平客運的那個地方的轉角 沒有人手 第一線的糾察 已經撐了六七個小時 被騎士啊 叫車差點都準備要衝撞 所以覺得那邊要撤了 就是意思是 希望民眾也都離開 因為沒有人可以再保護你了 路就要開通了 是個妥協 可是現場就有很多人很激動 不願意撤 然後就覺得就是 來說話的人就是間諜 這樣 然後我也不是那個地方的總指揮 我只是就是跟朋友坐在那邊一個下午而已 然後看到那個情形我就跳出來 然後跟 就是跟大家 我就跟大家講說 就是現在是什麼狀況 要不要留 我們大家來談 然後就分析 其實沒有花很久的時間 15分鐘而已 15分鐘而已 大家現場其實都差不多會看嘛 自主公民就要給人家足夠的條件跟資訊 那才能夠配做一個自主公民啊 你不能負責任就說 欸你是一個自主公民 協者講得與誰都快 那自主個屁 對 那我覺得 那個快速的對話之後 現場 五六十個人 人很多 沒有辦法一個一個講話 但我就快速讓幾個人出來講話 就是你的想法是怎麼樣 那為什麼要留 為什麼要撤 講完之後大家都會有判斷啊 最後他們面對只剩下十幾個人 然後十幾個人他們再聚一次 到底要不要留 最後就離開了 然後我回頭問他們 會不會憤怒 因為有其中一個女生是我 剛好從下午就跟她一直閒聊聊到那個 那年晚深夜的 她說她不會憤怒 這個對話一直是說 她對於行政 立法院那邊撤退她的憤怒 因為根本沒有人跟我們討論說 為什麼要撤退 所以最後我們服貌是不是真的 真的要撤退 沒有人跟我們談 所以我講到這邊想講說 我雖然自己的實踐主要是往參選奪權走 但是其實是要講說 不管是我們要拆政府也好 還是拆完政府 終究要面對蓋的問題 不管是拆或是蓋 我們永遠要面對這個權力 到底是更集中 還是要更開放出去 那我覺得這個集中跟開放 它是一個有機的 但前提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 隨時準備好 我要上那個位子 我可能沒有辦法做整場的 總策劃 但我可能在我每一個角落 或者是在我的生活崗位裡面 準備要上那個位子 然後說剛剛前面黃律師講 那個司法那麼惡劣 然後也明明知道說 雖然說民進黨委員幫了很多忙 可是明明知道那個是個陋戲 可是我們有沒有要在自己的工作位置上面 或自己以後參與的每一個 聲音的現場裡面 自己去上那個位子 那我覺得是有希望的 因為我覺得忠孝熙 後來的那個街頭的佔領 很有機 就群眾就會自己看了 就開始會有人 就開始會有人 我覺得那個 76反正 對啦 86就是 講太記得了 就是我覺得它 好像就是有人會想出來跟他說 大家解散 幫他檢查會來會幹嘛 然後人群眾就會有 好幾個完全不認識 你看就知道那是姑娘 就完全不認識 他們會想說我們不是白癡 我們不是之前被白打過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會看了 我們會判斷情勢 那我覺得多參與幾次 大家就可以開始有能力 可是永遠都要記得 我們身邊都會有更多條件 比我們差的人 我們練習把資訊 把判斷開放出去 讓大家自己決定 我要不要留下來 那我覺得他生活裡面 面對這種厲害衝突也是 就是 不過這例子就希望 我以後再說吧 我覺得就是 我的參與有很多是在這種 處理這種 大家的立場 或利益是衝突的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辦 但我覺得可以之後再講 先這樣 30秒講過 我這一年其實都 不太對外說過的話 就是 我剛剛有一個就是 今天一周年了吧 然後 我想這件事情 被我上次提一下 就是 如果我們重新遇到 然後這樣狀況 這種強度增加 到底我們該怎麼辦 如果我們只說去年很長 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當下到底該怎麼應變 懂不懂自己承受 不承受得起 這件事情這一年來 真的有很好的 被當成是一個 積極反思主題在想 再來進一步講 其實那天的悲劇裡面 還有一個原因 就像我們北平西路撤 其實我們往北平 就全部沒事了 北平一直緊張都沒有 但是 我們不知道要往哪邊撤 然後沒有人告訴我們 為什麼要撤 就是一個指定哪一個 對不對 他媽什麼 先撤在說 往哪邊撤 往哪邊走 我通過不知道 每一區都是白癡重新被打了一次 每一區的 然後現場的糾纏是不連貫的 晚上的糾纏根本就不知道誰是指揮 然後你們裡面也不知道對不對 就大家裡面都不知道啊 每一區都不知道 然後為什麼撤退 誰是負責撤退 組織是誰 通通都不知道 然後撤退一來了 我媽怎麼跟他講 我們也不知道 撤到怎麼撤也沒有講 我跟妳說北平東白打的啦 北平東那時候 方向你12點5分過來 我們全部往北走就沒事了 那時候我拉著人往北走 反正也沒有人相信啊 就是沒有人相信啊 全部就是往那邊過去 不是說妳的錯 我們就不知道 沒有人告訴我們怎麼撤退對不對 我們往那邊 我們往中山撤都沒事 它是從北平 林鄭過來打 所以通通白打了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一年後我們有想過了嗎 今天如果我們動員的模式 是有帶人去 同時我們廣播叫人去 就是有一些人是 不知道妳是誰 負責人是誰的 頻道主持是誰的 那這種模式 這幾年出現多少次了 那發生的時候妳要怎麼辦 我看這些人白打了啦 就是我真的覺得這一年 我昨天馬上在那邊主持 我一開始講我就哭 我哭不是開那個畫面覺得很慘 我想到這一年我們長進什麼東西 對國外暴力我們都知道啊 我也知道法律很爛 我也說法律很重要 我這一年深刻認識到 沒有律師幫忙 我覺得看不起律師的啊 我說可是我覺得 沒有律師幫忙 這是這一年之間怎麼可以辦 但現場我們怎麼辦 一年後 我們到底有沒有想這個問題 那網路上每天清算誰 清算誰 清算誰 收誰收割 我們到底怎麼面對那件事情 當天想多無助啊 真的這是無助 我一路哭著回 我撤退該不該撤 我不知道我是叫錯人回去 我不知道 那今天要發生了 作為運動者 作為糾察 作為組織 作為群眾 我們該怎麼辦 這件事情該變成一個問題了 他今天就是有重了正暴裝 他就是有 他就是有方盾 他就是有雲盾 他就是有奇眉櫃 他拉進去打 他不是台銀的時候 我們要走不走 這件事情也許要先想過 不是當場做判斷 當場太危急了 當場會有一種道德壓力 我先走好像是叛徒 對那種壓力其實很多人會留在現場 那作為指揮的人 幾乎算到莫名其妙的撤退 或是 根本就不知道後面被打了 前面正門拿大聲工人 一點半兩點 還知道後面被打了 那整個聯絡鳥的跟什麼一樣 我很少在外面對講這個話 我是覺得 什麼樣當元凶 是那個國家暴力 一些消失掉的國家暴力 哪是 那一年來我到底有沒有長盡啊 就是每次都是開記者 會譴責瓜 到底屁用啊 沒有啦我覺得 我昨天很想我這次做意沒有 其實沒有很想來做 我覺得超累的 就是 現在都在算誰的賬 所以那有小用啊 就是 今天如果還發生一次抗生警察 又這樣搞了 問他下次會不會嗎 那天沒有人覺得會嘛 對不對 對啊 那現在怎麼辦 水車廊怎麼保護自己 不知道啊 沒有啦 所以這個問題是教給大家想說 這是大家一起的問題 就是 不論你們是牧波親歷那一晚 我常常想回到北田東陸那一天 我要怎麼辦 我說我不知道我良辦啊 對啊 我覺得浩婷講的很重要 我們被告知莫名其妙的撤退 誰下了指令也不知道 要怎麼做也不知道 我們當然就覺得不相信 這時候就說我們是自主公民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往哪去啊 我現在不是怪 但是像以為只說 組織在組織上 在領導上 在權力上 在動員上 我們要警覺到那天其實的悲劇 不只是國家而已 當你從青島東陸的廣播台 把人叫過去的時候 事情就已經不完全是你控制得住了 你會來死你不知道 看這個大陸的勇媽你也不知道 台灣這幾年不是很常叫嗎 要脫落就叫就叫 群眾就叫 那撤退的時候又當一回事 或是當要領導算 要怎麼跟這些人建立起信任 這都沒有 所以現場你被罵特務 我也被罵特務 大家都被罵特務啊 對啊 我本名都就是罵特務 然後我還哭欸 不是我都是還沒有哭 我還一直很生氣 我還拿出我學生證來 他說假的 台下學生證一定是假的 我還記得我出來真的是不行的 因為就看到他們被打 然後就是 看到我被打 反正 就是救護車來 救護車來 他從零聲來 那時候真的覺得整個超崩潰的 然後 然後我說要走要走 裡面會打人 他有說你要走你自己走 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 是誰下命令的 被老青沒講誰沒講 大家都在猜啦 把一個沒有頭的 其實是有頭 都沒有頭的活動 然後到現場去 最後把 一直這樣子 我希望這一年過後 我們就真的好好想一想 再發生一次要怎麼辦 我昨天冒冒嬰皮登陸的夢 再這樣為止 我也沒辦法 就是你知道會打人家 也沒辦法 我的覺得 經過別人就是 這是很個人的 我要不要陪大家留下來 留下來就一起被打 不留 就白打 你打還是白打 那我走的話是怎麼樣 我還是叫不動別人 我覺得浩天講是對的 你真的要思考是現場 跟許多萬一是什麼 你講太多了不起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 的問談就到這邊 那 因為其實剛剛開始的時候 也知道有一些 就是 三二三三四 那天有在現場的人 如果你們之後 有其他的問題 或者想要跟我們聯絡 加入社團 對 可以加入社團 然後我們繼續 如果之後有其他的活動 可以繼續團結 社團 我們最近會變成活動 是什麼社團 是當事者 當事者 就是當天有在 會有些活動 被打 不是只有被打 是在場 基本上是被打還是什麼 因為我們有點反規 這個是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到底是沒有的話 我們心裡還是絕過不去 來啦 這邊很多 好多用過去的人 就可以起來 來看一件事情 今天叫好幾個朋友來 就是一年來都不行 去過三二 是他寫不出來 講不出來 然後昨天 最近在時間 大家不斷的吵 然後刺激很深 然後 說想這樣 其實會有人了解那個經驗的 然後 好 那 謝謝 今天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